这绝对是一场颠覆你认知的西游 虽明知取经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军 但师徒五人却毅然踏上西行之路 却不畏取得那大乘佛法 也不再作为取经人 而是以驱魔人行走人间 一路降妖除魔伸张正义 只为小善 自由不羁 正如那领路人对佛祖所说 我并不是你的取经人 亦非经缠此 只是一个挂单的和尚 名幻将刘儿 此时绵绵的语物 将入夜的山林映衬的愈发寂静与深邃 赤色的火光透出门缝 让这黑暗中多出了几分妖艳 就在这时 一只手握住门环静止走路 定眼望去 来人乃是一位衣袍补救的僧人 其头上的斗笠遮住了他的面庞 但那双透出黑暗的精度 却彰显出此人的部分 在看屋内 几名大汉围坐在篝火旁 在这篝火上方正炙烤着一只小兽 这是几人今晚的吃食 而对于这位突然到访不速之客 一行人只是侧目冷冷地望着 打量一番后 回首的那名独眼汉子沉深开口了 这位大师 深夜来访有何贵干 僧人文言也直截了当地说道 诸位是否在今日五十的山脚下 截略了一名女子上山 原来这伙大汉乃是当地的影后 强强名女对他们来说 也已是家常便饭 就是不知这大师 可是为了打抱不平 为了救那女子而来 僧人听罢摇了摇头 语气清冷地说道 非也 平僧是来救你的 说罢他微微抬头 露出了斗笠下那张清俊的脸庞 只是本为出家人的她 此刻脸上却透出冷冽 而就在几人说话间 在这屋内的昏暗角落 一名女子抬起了微锤的头颅 沙牙狠立的声音从漆口中传出 大师 你往西 我往东 本是井水不犯河水 为何执意要烫这滩浑水呢 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说吧 女子睁开双目 惨绿色的幽芒萦绕在其通口之上 显然非人四腰 那群野寇见此倒也不惧 他们本就是凶神恶煞之辈 抄起利刃便预展了此量 眼见被包围 女妖传出一阵凄厉的嘶吼 原本清秀的脸庞被撕舍出树道口子 一出其内的道道幽芒 下一刻 女妖抱起 迎面习相也扣 此疗的狠力出乎了众人的意念 原本是 血光从一名大汉后心吐喷涌而出 而在那血色中的是一只幽绿的鬼手 其上还抓着半截断掉的脊椎 就在这时 一旁的僧人倒出了此妖的来历 师母 亡死之人怨气所化 常见心死之人的躯体行动 以躲避阳光 诱恋路人 喝血 吸水 痴人心肝 且力大无穷百人不战 但只需化解怨气 皮囊自散 师母略显差眼 此僧人尽可一眼看出自己的来历 不过就凭他一人 怕是还没度化自己的本事 说吧 师母再次抱起 预先解决掉这碍事的突驴 可面对迎面而来的师母 僧人丝毫不必 平静地开口说道 平僧什么时候说过 我是一个人 一根巨大的背影从天而降 将那抱起的师母生生碾碎 带到烟尘散去 众人才看清 那出现在僧人身前的是一根巨大的黑铁锣 其上密布着龙纹凤转 紧接着一道略显不耐的声音响起 每次都裸里巴说得这么多废话 对这种蝼蚁何须多言 说话之人头戴金箍 满脸猴毛 显然也是一妖物 但其赤色的瞳孔内却带着一缕金芒 金铜为仙佛 赤铜为妖魔 属世怪灾 来人收起黑铁锅 拨口而出一句 江刘儿 但又好似觉得不懂 便改口换了句和尚 这几个野寇如何处置 僧人叹道 走吧 世道艰辛 望好自为之吧 说吧 一人一妖便转身远去 只听那僧人对身旁的猴头说道 你刚刚那般从天而降 是不是有点太拉风了 但猴头只是不耐得道具 杀了 女子死后化为厉鬼附在青生女儿身上 只为不齐周全 不让自家孩成为村民的口识 此刻已入夜 江刘儿一路往西来到一座凡人小镇 一样的江刘儿停下脚步 定睛望去 那和尚坐下的白马英俊不凡 浑身流光四溢 且不满龙铃 一看便知不是这世俗之物 江刘儿轻拂马被柔声说道 小白 我去寻个人家化缘 你在这镇外等着我 却听那白马口吐人言 略带忧虑地说道 师父 此地阴气极重 不像是有生人居住 还是小心为妙 江刘儿闻言微微汗声 表示自己心中有数 但万一此地有生人 要是见到白马这般模样 怕是要被吓得不轻 说吧 和尚便提着灯笼 消失在迷雾中 小镇内一片阴冷与死寂 和尚刚踏入不久 便听身后传来一阵 轻微的脚步声 紧接着 一道怯生生的女童声音传来 大师请留步 像是怕和尚不听劝告 女童一把抓住了和尚的松袍 并又到了剧 大师请留步 不要再往前走了 会有危险的 江刘儿闻言侧目 望了身后的女童一眼 这娃娃衣衫蓝褛 满脸稚气 但其双瞳却是圣人的惨白色 见和尚望来 女童急忙初怜哀求 她想让和尚救救她 带她走出这小镇 江刘儿目光见了 她一眼便看出这女工不是人 准确来说 是有一个鬼魂 附在了这个将死的女娃身上 话音方落 在那女娃身后 浮现出一个女子的虚影 并道出了自身来历 原来此女乃是这女娃娃的母亲 母女二人逃难至此 女儿不幸换眼疾 母亲不得以讨饭为生 可这饥荒大年 家家民不聊生 镇民们便以女子是外人为由 将其斩杀 分而食之 此后女子便化为丽女 附在女童身上 只为宝妻不受伤害 但如今镇民变本加厉 而她自身却已是强母之母 无日将灰飞烟灭 女童也因此美美饥寒度雨 恐不久于人世 所以女鬼恳求江刘儿 能带着她的女儿离去 就在二人说话间 从那阴暗的巷尾处 走出一帮镇民 他们虽是凡人 但此刻望向那和尚的眼神 却满是贪婪于视讯 已然与妖魔无异 女鬼剑霸发出一道凄厉的私伏 她决然地挡在女童与和尚身前 今日就算是灰飞烟灭 她也要斩了这帮畜生 好让自己的孩儿可以逃出生天 江刘儿将女童抱起 语气轻冷地说着 没用的 你拦不住他们 他们也看不见你 而且不要再增加自己的罪孽了 你真的连投胎都不想了吗 女鬼顿岗无力 刚想出言劝大师快走 一回头却发现 这里哪还有什么和尚 早就跑没影了 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一句 我先撤了 你可要顶住了 女鬼满脸的错愕 一句大师到嘴边 却愣是叫不出口 但江刘儿刚跑出没多远 便被四处涌出的镇鸣给围住了 对此江刘儿倒也不惧 只见其深吸一口气 大喝了一声 白龙 随着其话音落下 那盘窝在镇外小气的白马 睁开了双五 紧接着 龙叫在此地的 像是被何物搅动一般 伴随着的还有一道高亢的龙银传出 随着迷雾散去 一头通体雪白的真龙盘踞在虚空 一眼望去 有种不容凡人轻视的神秘与高贵 但奇异的是 龙本为祥瑞 可出现在眼前的雀生 有一双妖叶的血统 江刘儿见霸一时间松了口气 轻声说道 小白饿了吗 我化缘回来了 小白文言俯身来到和尚敬前 略带犹豫地询问道 可师父 这些镇名真的都是活人啊 和尚听霸回守望了你 语气冰冷地说道 活人嘛 我没看出来 说霸便头也不回得远去 那已靠在树叉上的猴头剑刺打去的 小和尚 你很偏心小白啊 这种好事啥时候能想起我 和尚文言美好气地说呢 我只是怕你又把天爹堵破 黑白无常奉命来阳间 缉拿一个将死的女娃啊 不料却遇上个不尽先佛的狠狗色 眼前这位 当年可是敢守私生死步的 此刻 江刘儿一行人 至那十人镇内走出之后 便继续西行 但眼下的西行队伍中却多了一人 小丫头而今已无父无母 江刘儿无奈 只能暂时带着女娃娃西行 孩童的心思简单纯真 过往的种种 一叫过后便被抛之脑后 只是腹中传来的饥饿感 令她有些无精打采地趴在小白身上 江刘儿侧目望了一眼 几人赶了一天的路 倒也不怪这小丫头会如此 正说着 一旁的小白煞风景地打了一个宝 这家伙昨晚可算是饱餐了一顿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寡言的大圣取出一个头子 并高举着悬在女虫的头顶 女娃娃虽然目不能视 但还是闻到了头顶处传来的一阵倾向 小丫头垫起脚尖试图将其抓住 也难得勾起了大圣的玩闹之心 随后大圣轻声问道 想吃 小丫头乖巧地点了点头 怯生生地应了一句 大圣听罢是一小丫头张嘴 紧接着取出一物 却不是那头子 倒像是一粒有黑的糖包 女娃娃虽不知此为何物 但也吃得津津有味 脸上满意着笑颜 江流儿见霸气急 忙询问猴子给小丫头吃了什么东西 却见大圣没好气地说着 离时而已 江流儿还想说些什么 却发现此刻的小丫头 瞳孔内的惨白渐渐褪去 透出其内那双清澈的眼眸 孩童不知喜悲 恢复清明后 小丫头便跑到江流儿身前 用稚嫩的铜声叫道 和尚哥哥 江流儿闻言笑得甚是惺喜 大圣只觉有些自讨离去 付匪了几句便转身离去 与此同时 在那三十三重天的兜帅宫内 一名童子急切地朝着身旁的老道说着 老君 刚刚水丹药的时候 好像少了一颗 在反观江流儿一行人 吃饱喝足之后便又重新踏上行程 然而江流儿却发现 自从那小镇出来以后 自己好像特别地受文营待见 和尚不解 文文自身并未有异味 就在阵时 身旁的大圣将丫头拎起 这娃娃在那小镇内 每日风餐露宿 确实该给她洗个澡 可该由谁带着小丫头去洗 一个和尚 一个猴头 想想都不合适 随后师徒二人便将目光 投向了一旁的小丫头 小丫头丝毫不惧龙马 对小白十分的亲近 小白见爸也只好无奈地叹了恶气 午后的山林安逸寂寂 心水缠缠 那突然闯入的志同清脆笑声 更是给此地增添了几分灵动 而在那志同深爬 一位肌肤圣血的高调 女子盈盈而立 一头青丝如铺随意散落 隐约可见其曼妙的身姿 以及那头顶处的一对龙脚 小白的人身看得丫头有些吃了 欢喜地说着 小白好美 却没注意到 在二人的身后 正有两双眼睛肆意窥探此地 与此同时 小白目光微垂 柔声朝丫头说道 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 你先把眼睛闭上 丫头更是喜上眉梢 乖巧地说了句话 随后吸水开始翻语 一头通体雪白的真龙一省 入夜时分 丫头已靠着小白沉沉地睡去 而在远处 一黑一白两道身影飘然灵静 二人头戴官帽 那白色身影的头顶 写着一件生财 而黑色身影的头顶 则是天下太平 俨然便是地府的黑白无常仙 二人是为勾取丫头的魂魄而来 虽然小小年纪尤为可怜 但根据记录 这女娃娃早在几个月前杨兽变静了 说把二人换出女娃娃的魂魄 并尽量用温柔的语气说道 小姑娘别害怕 我们是鬼差 你杨兽已尽 跟我们走好吗 丫头哪里知道何为鬼差 何为杨兽 此时是一脸的茫然 就在这时 一道平静却不失霸道的声音响起 俺们哪也不去 说罢便将丫头一把揽入怀中 黑白无常闻言气急 神色冰冷的出言呵斥道 何人如此大胆 竟然阻碍阎君私职 却见来人身披锁子黄金甲 听闻阎君威名后依旧神态自读 且毫不客气地说着 两位鬼差好大忘性 不知丫君老儿还记得俺老孙妇 黑白无常闻言心生害人 他们已然认出此人来历 这位当年可是赶手私生死步的齐天大圣 回到地府 二人将此事上报给丫君 丫君听罢气急 陆斥无常二人 并让这俩获以后离那猴子远些 传闻太上老君有意气真 明焕天和定底神真体 后被大雨求得 治水时用作定江海浅身的一定子 而后又被孙悟空所得 这神铁两端生有金箍 中间则是一段污体 有星斗铺陈 密布龙文凤传 仅埃姑有捐成的一行字 如意金箍棒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此刻的密林间 一只体形壮瘦的猪腰轻盈跃起 此腰黑脸短毛 常会大耳 手中更是使得一件蹊跷物 乃是太上老君用神兵铁亲自锤炼 六丁六甲之力锻造而出的上宝庆星爬 来人个然便是那被贬下凡间的天童元帅 眼下 江流二一行人正行进这智障山 发现此地妖气肆意 八戒便先行进入茶畔 与此同时 在这智障山的某处山巅 坐落着一处脑残洞 一个小妖正趴在洞口处四处张望 此妖一只眼睛被仇不包补 另一只则瞪的老猿 明幻睁眼下 过了许久 睁眼瞎似有所发现 婉事欣喜地朝着洞府深处跑去 最后跪拜在一尊体型高大的妖物身前 并告知这山脚下来的那和尚 还带着个女娃娃 这体型高大的妖物 乃是这脑残洞的山大王 名幻乌吾立魔王 一听那和尚身旁只有一个女娃娃 眼中顿时闪过激动之色 如此看来 那猴子应是化缘去了 真是天助我眼 与此同时的山脚下 江流二没来由地打起了寒战 小白有些不解 这傻瓜和尚莫非是感冒 丫头则不以为然 询问和尚那灯笼是否做好了 然而就在这时 在几人身后传来一阵粗犷的怪笑声 来人正是那乌立魔王 并声称这一大衣小金碗 便是她的盘中之物 其身后的睁眼瞎也赶忙奉承道 大王真真霸气 话音方落 乌立大王顿觉两道刺骨的寒意 落在她的身上 循着气息望去 只见一头长着獠牙 耳如菩萨的猪腰 与另一只身体锁紫黄金夹的猴子 正神色冰冷地望着自己 乌立大王顿时汗如雨下 这二位祖宗啥时候没的 入夜时分 江流二将做好的灯笼点 随着灯笼缓缓升起 其身盼的丫头发出一阵惊叹 显得十分开心 就连小白都觉得有些奇异 江流二见霸有些质得意满 却突然听到小白传出一阵惊呼 点燃流露出一副小女人的姿态 众人望向其目光所及之处 数十盏灯火缓缓升起 将这寂静的山林映衬的美轮美环 两名女子看得有些吃辣 江流二则满脸的气氛 何人在这山间放这么多灯笼 不怕引起山火吗 与此同时 在几人望不到的角落 八戒语气森然地朝着 身前的两个小妖说的 再给你猪爷爷做一百个灯笼 要不然就拿你俩当宵夜 两个小妖又喜又悲 好在命是保住了 还学了门手艺 时间来到深夜 一具具有怨气所化的枯骨 从土层下爬出 这些家伙没多少灵智 有的只是对生机的渴望 他们时常会走出山林 搞得附近的村镇苦不堪言 而这一次 就在这些枯骨再次出现之际 石树道福禄瞬间临近 精准地落在为首那 几具枯骨的头颅间 紧接着 一个倒是沉身喝等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破 外一当落 那洒落出的福禄 七七暴敗 瞬间将为首的几具枯骨斩面 这位倒是乃是接了悬赏 前来除妖的驱魔人 眼前这些对他来说 根本不是妖魔 而是大把大把的金钱 就在这时 一众枯骨十分拟人的露出 惊世骇俗的模样 就仿佛见鬼了一般 当小鬼大半夜吓蹦的 扰人轻茂 那驱魔的倒是 何时见到过这副光景 顿觉有些头皮发麻 一旁的童子则 开开心心地拉着师傅 去城内领赏天 山间客栈 妖气四溢 驱魔倒是接悬赏前来收妖 不曾想去遇到 三个不敬仙佛的很純色 入夜时分 驱魔倒是带着徒儿 来到至杖山脚下的一座小镇 忽然手中 罗盘开始疯狂转动 老到心中一沉 此地好大的妖气 于是赶忙叫徒儿 准备收妖的家伙是 随后二人来到一座门楼前 小道士不解地说道 咱们这回是要忽悠这一户人家吗 却见其师傅神色肃然 并沉声说道 这一次是真的 见师傅这般谨慎模样 小道士也不敢怠慢 忙上前轻敲了几下门环 片刻之后 一位身形勾楼的老者推开房门 小道士见霸出言询问的 请问大叔 近日可有生人留宿 老者闻言有些不明俗 因为此地本身就是个客栈 随后师傅二人便跟随老者走入院内 刚进入不久 道士便觉察到一股冲天妖气扑面而来 循着气息望去 眼前是一间低矮的偏房 屋内的烛火透出暗红色光玉 更添了几分妖意 道士断定那大妖便在此 于是赶忙掐动法觉 并到了军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苍天引荡 急急如律律 话音方落 数十道皇服被道士换处 形成一元环在其身外臣服 紧接着 道士原本紧闭得双某某地睁开 一瞬间 灵力威势凶颈 随得道士一指落下 臣服在其身盼的皇服 宛如一道道剑与呼啸而去 其锁定的方向 正是那间妖艺的小屋 一旁的童子 也是第一次见师傅这般的慎主 要知道 这一次甩出的皇服换作平衣 都够他们用大半年了 皇服皇武此丸的破门而入 精准地落在了屋内三到七黑的身影上 走近一看 这分别是一只猴腰 一只猪腰 还有一个十分邪性的和尚 正是江流儿一行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师徒三人写得十分愚笨 八戒望了望胸前的两道皇服有些脑 王初炎质问道 好一个牛鼻子 你收腰归收腰 这又是几个意思 道士不打 抄起法宝便预诊猪腰 一时间打斗生四起 也将小白与丫头二人吸引过来 至于老道士的后果可想于知 毕竟皇服可受不了神仙 最后江流儿跟一不避体的道士解释起了原谋 一番闹剧过后 江流儿带着丫头走出客栈 来到小镇那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今日正值七月初七 是牛郎之女雀桥相会的日子 也就是人间常说的七夕节 小镇今晚家家户户门口挂着大红灯 游为的喜庆 江流儿带着丫头瞎逛 忽然看见一孩童对着其娘亲撒娇 想要买一个织女的布 这番场景让丫头有些失识 脸上的笑容也缓缓消失 那对母子从二人身旁走 只听孩童好奇地询问娘亲 牛郎和芝林每年只能见一面吗 好想看看她们是怎么见面的 娘亲文言只是笑了笑说 我们凡人怎么可能看得到呢 在这母子二人走后 丫头显得有些沉默 眼中满是追忆 江流儿怎能看不出小女孩的意样 柔声说道 傻丫头 想你娘了吗 对不起啊 这个我真的帮不了你 丫头文言倔强地说着没有 却听江流儿突然话风一准 说她可以把自己的护身符送给丫头 还说那护身符有着神奇的力量 说不定能帮丫头实现愿望 小丫头文言脸上重新露出笑言 满是稀奇地从江流儿手中接过那护身符 这居然是一只大圣的布偶 丫头抱着布偶轻声说着自己的愿望 她想让娘亲再陪她过一次栖息 一次就好 当晚 大圣便去地府接回了丫头的娘亲 并带着她与丫头二人来到却请 织女见此事一脸的茫然 询问道 大圣 这样真的好了 大圣答 别管俺们 你们继续 与此同时的弟子 严君怒斥黑白无常 你们怎么当差的 连个鬼魂都看不住 无常二人满是幽怨的颤声说道 不是您说的别惹蛮猴子吗 这是一只修炼有成的四尾狐仙 为了报恩 她化为寻常女子嫁给恩人 不料遇上饥荒大礼 狐仙不惜自损道行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此刻 在一片被迷雾笼罩的山林间 两只画形狐仙眼映在迷雾当中 持见女子望着跪在身前的妹妹 眼中满是不解与不愤 她沉声说道 小玉 为了一个男人真的值得吗 就因为她救过你一次 你有没有想过 她当年救你只是一时善意 可你这么多年的修炼有多不容易 你不清楚吗 那被换作小玉的女子文言垂下头 但脸上的表情始终坚定 当年她不慎落入陷阱 若不是那男人相救 自己怕是早被剥皮抽筋 悬鱼即逝了 所以这恩她一定要报 持见女子见此眼中闪过痛心与无奈 横剑掌握 血光四剑的同时 小玉身后的一条虎尾被其斩下 这已经是她被斩掉的第三条尾 如今天不轻人 随着尾巴斩下 那持见女子吐出一股妖气 地上的尾巴变化为了一只白虎 小玉将那白虎抱起 刚想告辞离去 却听姐姐苦口婆心地说道 可就算你有千条尾巴 也难填人心啊 小玉没有言语 转身朝着山外走去 随着渐行渐语 这山林间传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小玉回到山脚 朝着一破旧草屋内唤了几声 紧接着 屋内传出一个老妇没好气的责备声 小玉嫁入这人家也有些时日了 一直为怀上子寺 为此妻婆婆没少给她湿眼色 一直到看见小玉手中的白虎 老妇神色才有所谎合 说来也奇怪 她这媳妇每次进山曲寿家 都能碰上这白虎 就在二人说话间 突然从院外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来人是一个和尚 手里还牵着一个女娃娃 正是前来化缘的江流 一听这和尚是来化缘的 老妇脸色变得有些不耐 王表示这大荒年呢 哪还有余粮给外人 随后她又望了望和尚身旁的饼毛 声称哪有和尚带着一小姑娘满世界跑 她不是一个人贩子吗 江流儿没有解释 只是寻求能否给这孩子一口饭吃 老妇想都没想再次拒绝 说罢便要赶江流儿二人离去 而小玉则是俯身来到乖巧的丫头境界 眼中满是怜爱 并出眼想要给江流儿二人一些吃食 那老妇听罢气急 大骂小玉是个败家媳妇 结婚大半年了 一个仔都吓不出来不说 现在还学会往家里招演男人 话音方落 呼听那小丫头肩头处传来一阵呵斥声 死老太婆 老娘人你半天了 啰里巴缩的我看你是活够了 说话之人乃是缩小了身躯的小白 小玉瞬间便看出端倪 可老妇老眼昏花 以为室内女娃娃出言不逊 便欲再次开口辱骂 小白也是个暴脾气 直接化为人身 准备撕烂着老太婆的嘴 胡仙小玉见词也步步地隐藏身份 化出妖身挡在那老妇身前 历声喝道 不可伤害我的家人 然而回应她的确实是 小白直接显化真身 一头雪白的真龙浮现 目光冰冷地望着脚下的小玉说道 小小不妖 安敢造次 眼前的一幕出乎了小玉的意料 但即便面对的是龙祖 她依然寸步不让 语气坚定地说着 不敢 可这户人家对我有恩 求上仙饶太一命 小妖院一命相抵 小白没有言语 只是冷冷地望着 就在这时 一旁的江流儿事事开口道 我是不太想介入你们 但是 你们是不是可以多照顾一下当事人 二人这时才发现 那老妇不知何时已经晕了过去 夜晚时分 男人外出归来 见娘亲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愤怒地询问小玉为何会如此 不料却引来娘亲一顿呵斥 声称要不是小玉 她今日就去见阎王 还说如果男人今后不好好对象 她便要大意灭亲 她本是白虎岭上的一句话为 白虎的女士 偶然采天地灵气 受日月精华 便换成了人形 为得那长生不老 她用奸计离间了唐僧师徒 继而将这曲惊人抓获 此刻在那深幽昏暗的白虎洞内 一具枯骨静心盘坐在此 虽已无血肉 但其体内却有着湛蓝色的气在流准 让人看一眼 便仿若置身幽冥 那枯骨提笔作画 呼听小妖来报 夫人妙计 那猴子已经被等回花果山 其他两个徒弟也不知所措 余下的唐僧已经抓到了 白虎夫人听罢眼中是抑制不住的狂血 正好眼下她手中的画作已经完成 那边梳妆一翻 去见一见这个唐朝和尚 再看她手中的画卷 其画上之人 乃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美女子 随后白虎夫人将那画卷从脸上扶 漆黑的枯骨上开始长出血肉 鬼本无皮 画皮成妆 仅仅几个呼吸 白虎夫人便化为了那画上之人的母面 朱唇粉面 白臂无瑕 随后她从这洞窟深处缓缓走 最终来到一个被铁链绑起的和尚身前 娇声说道 大师见谅 小女子未能远迎 还望莫怪才是 见江流儿不打 白虎夫人又自顾自的说起 本以为生鲜无望 不想大师大驾光临 就是不知 大师对我这招三遍戏大声的手 评价如何呀 江流儿未打 只是望向身旁的满地尸骸沉声说道 你为一己私欲 残害生灵 不入百姓 附近村民皆被你所害 然而话说到一半 白虎夫人便一手指抵住江流儿的嘴唇 并俯身来到齐尔潘说道 那不然一会儿 大师去纳黄泉帮他们超度一下 江流儿怒不可恶 这孽障好生凶残 不可饶恕 白虎夫人听罢不以为然地轻笑了几声 这百年来她一直小心翼翼 身居减出 为的就是等待一个得到的机会 奈何这些年 附近的村民死得死逃的头 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过眼下有了唐僧的长生不老之肉 她便可以直接与话成仙 说吧 一道气力的嘶吼 从白虎夫人口中传 其脸上的画皮被撕扯地裂开几道口子 随后她俯身靠近江流儿 猛地一吸 一缕缕生机便从江流儿的蹊跷流出 江流儿见此大喝一声 卧槽 紧接着一个头锤狠狠地将那白虎夫人砸开 这一刻江流儿的神色不再阴沉 反而透出计谋得逞的脚下 终于将这妖物真身骗出 倒也不枉他们师徒演的这一出大戏 白虎夫人闻言心声骇然 她不清楚和尚此言为恨意 可下一刻 在那江流儿身后传来一声炸行 顿时隐的洞府内地洞山摇 带到烟尘散去 白虎夫人才看清 那出现在和尚身后的 是一头巨大的青黑色猪腰 此腰尔如菩膳 满嘴獠牙 脑后鬃毛如意排排钢针竖起 一双血色双瞳正死死盯着白虎夫人 在关白虎夫人的身后 一个手持降妖宝主 满身力气的和尚正缓步逼近 正是江流儿的三弟子 杀雾静 丫头与小白 则躲在其身后静观其面 眼见这架时 白虎夫人知晓自身已无退 胆忙跪拜在江流儿身前 祈求能饶她一命 她声称自己原本也是一肯 被奸人所害 白虎化精 愿大师念在上苍有好生之德 饶她一命 江流儿闻言 念了一句佛号 平静地沉身开口道 悟能悟静 别打得太碎了 煞世间 这白虎洞内惨叫声不绝于耳 江流儿剑霸将丫头拉到身前 用手遮住其眼睛 道了句 小孩别看 与此同时 在众人看不到的角落 白虎夫人的一缕分魂 偷偷望向此地 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这帮和尚也太好了 还好自己事先留了一手金蝉拖起 不然眼下怕是成骨灰了 可就在其松了口气的同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兀出现在其身后 你想多了 不过托你的福 这次探亲很是愉快 说话之人生有一双赤金双骨 正是那被赶回花谷山的孙悟库 白虎夫人自知 绝不是这猴子的对手 果断地选择顿取 可大圣眼前 岂是他一个小妖说走就走的 只见孙大圣一跃而起 手中如意金箍棒开始无限延伸 其上更是金芒四亿 那神也被大圣归舞成功撞 狠狠朝着白虎夫人砸路 这一击的鼓鼓力道 甚至直接将整片山廊崩碎 此后不久 远在天庭的二王真君收到一份包裹 其内是一些骨头渣子 上面还被准 这是给啸天犬的狗羊 这个村子每年都要用十五六岁的处女记号 只求海神大人能保佑这一方平安 然而世人不知 这一切的灾难 正是拜他们供奉的海神所赐 此刻夜幕已至 靠海为生的人们纷纷踏上归途 收获之时本该欢喜 可众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近年这海上的风浪来得颇为频繁 使得这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们苦不堪言 甚至时常有人因此葬身大海 因此一家也是如此 其父母早年出海遇到风暴 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他便与爷爷相依为命 以打鱼为生 这一天风暴将至 英子望见一道身影站立在那巨浪的中心 这是一个年轻男子 他望着身前汹涌的大海 低声嘶喃着 这海水打在身上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眼前这番兴风作浪的场景 却是如此的熟悉 说吧 男子抬起头颅 露出了旗下一双金色的眼眸 显然并非凡人 就在男子出神之际 呼听岸边传来少女急切的声音 英子二人以为这男子想要寻短剑 所以赶忙出言劝解 男子闻言转身望向二人 这时英子才看清那站立在海浪中的男子 长发肆意洒落 风神俊朗 神采奕奕 一副说书人口中的偏偏公子模样 这是英子见过最好看的人 看着看着脸就不由得哄了 后来得知男子并非为了寻短剑 也不知自己为何会来此 英子爷爷便只好将其暂时带回家中 英子还贴心地给男子拿了一套干净衣服 随后便拘谨地坐在一旁 带到爷孙二人离去之后 男子脱去衣物 露出了其背后的一幅莲花图案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海上的风暴人未见平息 于是众人便欲寻求海神的庇物 然而神婆却告诉他们 世道不好 天路人愿 方才他通领海神大人 得知想要平息天灾只有一个半 众人心知肚明 海神这是要用人计 可这村里已经没有十五六岁的少女积海 不然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海老头 眼下这村子里 也只有他孙女英子勉强多岁数 海老头怎肯答应 可人们却说这是为了全村人的性命 又不得不答应了 与此同时的英子家中 随着一段时间的接触 英子与那男子渐渐熟入 虽然一直不知那男子的名字 不过既然男子不说 英子也没问 只知道那男子很喜欢吃自己烧的 英子便十分开心 就在这时 一般村民突然闯入家中 他们不管不顾就要将英子抓去 男子遇上前阻拦也被制住 随后村民们带着二人来到了神佛身前 在得知英子将被当作祭品之后 男子眼中闪过追忆 他一直都不明白 作为傀儡的自己 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以前他以为是战斗和杀戮 可战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直到英子被绑上祭台的那一刻 他才明白 战斗的意义 便是为了保护他想保护的那些人们 以前是如此 将来也定是如此 与此同时 在那无垠大海之中 一道巨大的黑影浮现 此物似龙 但却不生龙铃 腹下一舞爪 人们不知其为何物 只知这便是那海神大人 那男子剑靶朝着英子喊道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就像以前陈堂关的百姓一样 说吧 男子正脱了控制 手中的金拙与背部的莲花图案同时亮起 一股炽热瞬间将男子覆盖 渐渐的那些红莲叶火化为莲花战奖 覆盖在男子周身 手中金拙一化为了一个乾坤圈 那站在烈火中的青年 赫然便是那三潭海会大神 讹诈三太子誓言 每个人的命运如何 似乎一开始便注定 他出生气不凡 有人说他是混世魔王 可天生狂傲的他并不屈服于所谓命运 不认命便是他的命 他便是三潭海会大神 三太子哪吒 此刻随着哪吒针深险发 那神坡脸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亥然 他已然认出 眼前这位乃是掌管海陆空 三只天君的无量大神 反观英子此刻也是一阵失神 他自始至终都不知眼前之人的来历 但如今的他 却显得这般陌生 三太子浑身被三妹真火覆盖 神色不微自怒 他每一步踏出 脚下都会升起一朵试色的火莲 只见其纵身跃起 将被绑在祭台上的英子暴露怀中 英子有些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的男子 想在其脸上找回之前的种种 脚下的村民见词也纷纷跪摆 他们祈求上先可以救救他们 可三太子眼中却是蔑视苍生的蛋白 因为祭祀被疼人 那所谓的海神传出一阵愤怒的嘶吼 他开始残忍吞噬信奉他的村民 这根本便是一凶残嗜血的妖物 犀利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英子眼中闪过不忍 他祈求身边的男子救救他们 还说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三太子却不认同英子所言 在他认为 凡人的弱小并不是作恶的理 神人妖都有自己的规则 做错了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人如此 妖也是如此 带到那神婆 与几位陷害英子的村民被妖物蚕食之后 三太子才将手中的火尖枪制出 那法宝化为一道赤色闪电 宛如神法一般直接将妖物斩杀 这一刻三坛海会大神的威势 毫无保留的散开 那诈清吐了一句 神仙亦是如此 像是在说自己 亦像是在说其他 随后他望了望身旁的英子 自言自语道 显了真身就藏不住了 反正我杀孽深重 也不在乎加这一条 至少我保护了我想保护的人 言语中流露出不舍 他在向英子道 天空响起一道惊雷 静止将云层破开 一座赤金色的宝塔从云层内落下 宝塔上滑光流转 散发着无尽伟力 在这宝塔出现的瞬间 英子紧紧地将男人的手抓住 可凡人怎可对抗天威 临别前男人说他不后悔 至少做了回真实的自己 还有英子做的鱼真的很好吃 至此男人的身影彻底消失 但临别前 他将手中的金镯给了英子 此事之后 人们在这村子内建起了一座 供奉三坛海会大神的庙 英子也时常来祭拜 只不过人们都是求得保佑自身的平安 而英子则是希望他自身得以平安 这一天英子从那庙宇中走出 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忽然在路上遇到一个小和尚 这和尚眼眸清澈 样貌秀起 朝着英子施了一领后 并询问起他手中金镯的来历 英子文言显得有些犹豫 小和尚怕误会 胆忙解释道 只是觉得这金镯 与他多年的一个好友的金镯相似 独无私人 所以故此一问 可显然这般说辞 并没有打消英子的疑虑 他轻声说起 这金镯是他的一个朋友所有 带到那朋友归来 自己还要还给他的 小和尚文言再次施了一领 道了声 是小松冒昧了 多有打扰 善灾 随后二者便踏肩而步 走出不远 小和尚突然回头望向英子手中的金镯 此刻的他目中散出赤金色的光芒 略显沧桑地道了剧 看来我们的朋友是同一个人了 只是这一格 就是五百年 这绝对是一步颠覆你认知的西游 所谓取经之路 只是一场被操纵的局 而六尔弥猴则是如来不下的后手 可是人不知 他与孙悟空本是同源 此刻 随着哪吒三太子平定了海中妖雾 此地的天灾逐渐平息 也恢复到了往日的宁静 英子与爷爷继续过着打鱼为生的日子 忽然还老头说起 最近看见英子总是跑去那庙里 可人家是神仙了 你还指望能等到他回来吗 你等得起吗 英子没有回答 此刻他的目光全被眼前的一幕所吸引 天空中云层翻涌 霞光万丈 紧接着树道出动的闪电风的路 好壮乱 再看那云层之中 似站立着一道身体战甲的身影 与那人一样的桥 不畏天命 与此同时 云层内的大圣也侧目望向英子 此刻他满身力气 似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再次又是一道赤色闪电站 闪电竟直落在英子所在的木舟之上 绽放出夺目的光运 但却并未给那船上之人造成伤害 英子被那光芒闪了眼睛 赶忙抬手遮掩 带到光芒散去 他的目中露出难以置信 出现在眼前的 正是那日遇到的小和尚 而且其身后还背着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三坛海会大神 哪吒 小和尚见英子呆愣在原地 赶忙说道 这位就是我说的那位朋友 不过我现在有要事在身 还得劳烦女师主照看一二 此后不久 哪吒从昏迷中苏醒 英子赶忙上前查看 眼中满是担忧 在他心中 眼前之人不是什么神仙 只是那个爱吃鱼的落难公子 哪吒望着身前的女子也有些试试 他不知自己为何会在此 于是英子便与其说起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随后又取出 小和尚留下的一座宝塔 那和尚让英子转告哪吒 这宝塔是他借的 至于什么时候还 便由哪吒自己来决定 哪吒听罢陷入沉默 他已经猜到那小和尚是谁了 随后英子便好奇地询问起 你那位朋友 是不是个很厉害的神仙啊 你俩是怎么认识的 哪吒文言眼中露出追忆 他很厉害 但他不是神仙 我俩五百年前打了一架 与此同时的天穷之上 托塔李天王李靖 哭丧着脸来到玉帝近前说道 玉帝啊 那妖猴抢了我的七宝玲珑塔 还打了老夫一顿 玉帝闻言惊怒 忙询问那妖猴在哪 却见李靖略嫌委屈地说道 打完我 他便扬长而去了 玉帝长输了一口气 这样啊 那就好 此后不久 在那西天临山的大雷音寺之中 一名罗汉 禀报了妖猴诱上天庭脚闹之事 他们怀疑是世尊的封印有所松动 然而如来对自己的神通很是自信 以那妖猴的修为 绝无可能冲开他的法印 不过 眼下金蝉子的前世记忆已尘封 无法对妖猴进行制衡 再加上妖猴本身乃天地所化 法印确实已经越来越弱了 到时候恐怕很难再控制他 身侧的罗汉文言提议 是否现在就启用那后手 如来听法露出忧虑之色 他目光仿若能看破一切虚妄 最终望向这灵山脚下的一座牢狱当中 在这里封印着另一只妖猴 此妖与那十猴本是同源 亦是如来准备的后手 只不过眼下这妖猴身上的佛印尚不稳定 万一控制不住 便是后患无穷 再观那妖猴 体态样貌与孙悟空一般无二 唯一不同的是 此妖猴生有六儿 以及其体内散出的那股滔天力气 只不过每当这力气散出 那数道刺入其血肉中的所谓佛印 便会将其压制 妖猴不甘且沙哑的声音传出 我是六儿 不是孙悟空 你可知为何当年请便诸天神佛 都无法变出的真假美猴王 却可被如来一眼认出吗 因为那六儿妮好 本就是封印在大雷音寺脚下的另一只妖猴 与孙悟空乃是同源 亦是如来为操纵这西行之路布下的后手 此刻 在那去往西方的大路之上 江流儿一行人正在抓究决定谁去化缘 不料最终被丫头选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丫头脸上的稚气退去了几分 显得分外的乖巧 其身判的神佛妖魔都对她十分的亲近 因为这是丫头第一次独自一人去化缘 众叔伯都忍不住上前交代一份 杀和尚让丫头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过马路的时候 猪八戒则是让其多化些肉 因为丫头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而一直与丫头同吃同住的小白则是嘱咐了 要是被人欺负了 一定要及时告诉小白 丫头忙乖巧地点头硬下 随后跑到江流儿身前 满是稀奇的柔声说道 想了想 最终决定与丫头一同去化缘 说罢便欲伸手取过丫头手中的纸签 就在这时 一道模糊的身影从二者中间穿过 并取走了那道纸签 二人侧目望去 只见大圣一脸不耐地说着 化个缘还不够你们叽叽歪歪的 有这功夫 我都回来了 说罢 大圣便脚踏经抖云瞬息远去 丫头有些不解地问他 大圣这是生气了吗 江流儿笑了笑答道 没有 他心里高兴着呢 又莫过了半刻钟 一道神红破开云层 朝着山间坠落而下 弓的一时 强横的刚风扩散而出 荡起一阵烟尘 来人一袭锁子黄金甲 手持一根密布龙纹凤转的乌铁棍 赫然便是那齐天大圣无疑 可当其转身朝着江流儿等人走去的同时 露出了其脑后的另一双赤金色的眼睛 见大师兄这么快便已归来 沙盒上打去道 这回不会又是全讨厌的 其身判的江流儿笑骂道 谁让你们都不去 有的吃就不错了 显然已经习以为常 可面对二人的打去 大圣一直保持着 直至走到江流儿身前 他才语气冰冷 换了句金铲子 就在这时 丫头神色不安地从江流儿身后探出脑袋 望着身前之人说道 不是大圣 江流儿忙转身望向丫头 不解地问道 傻丫头 他不是大圣是谁啊 可丫头依然笃定地说着 反正就不是 就在这时 原本沉默的大圣身上 突然散出一股抛天力气 一旁的猪八戒几人 顿时心中一惊 可眼下大圣手中的赤红色铁棍 已经朝着江流儿咋去 跟着一声铁棍无限延长 横扫过整片山林 顿时经走此间的所有鸟兽 八戒与沙和尚二人 此刻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大骂着毕马温莫不是疯了 大圣倒也不恼 只是望着迷雾深处 传出一声轻疑 他方才的一击 并没有击中江流儿 而是被小白挡下 但显然这一击 他接的并不轻松 手中宝剑 更是被那一棍生生砸裂 小白神色冰冷地望着眼前 智人 全声说道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胆敢冒充大圣 来人闻言四有些不屑 冷笑了几声答道 就算是冒充 你又奈我何 可就在其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只青黑色的大手 从泥雾内探出 静直朝着来人的面门抓去 独走之人便是二十凶猪八戒 他一个抱起 将这甲大圣暗倒在地 一旁的沙盒上也紧随其后 这一刻 二人发现了此妖脑后 竟也生有双 果然这遭瘟的猴子是假冒的 此剑破风声道起 又是一顿滑开明目 妖猴正脱了二人的控制 并从其脑后传来 阵阵猙獰的冷笑 他闪身来到丫头进去 低声问道 小丫头 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丫头出奇的平静 不卑不亢地开口道 亲情 亲人的感觉 你是不会理解的 妖猴闻言大笑 或许他真的理解不了 不过小丫头 你错了 我就是他 究竟是怎样的大妖 既要二郎真君与哪吒三太子 联手对抗 此刻 六尔弥猴手持赤色神铁棍 缓步朝着丫头走进 见那丫头眼中没有半分恐惧 六尔不禁问道 女娃娃 你不怕吗 丫头闻言脆生生地说着 不怕 我相信大圣会救我们的 不料六尔听罢放声大笑 他告诉丫头 你们的大圣回不来了 从今往后 我便是孙悟空 说吧 其眼中闪过力气 欲动首先解决了 这怪异的女娃 可丫头却表现得出气平静 她始终相信着大圣 就在这时 那苍穹之上 斩来一道凌厉的枪芒 其内散发出的虎面 好似蕴含着 足以燃尽一切的质量 来人声有金色道路 身披红袍精简 赫然便是那三坛海绘大神 三太子哪吒 六尔眼神微眯 陈生说道 哪吒 我劝你别管这事 而且你也管不了 言语之中似有他意 可哪吒没兴致知晓其中原委 既然眼前之人不是那猴子 那这是 他管定了 六尔闻言目中力气暴涨 再次冷声喝道 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 可即便是对上五百年前的孙悟空 哪吒也不曾落败 眼下又怎会拒这一只吆吼 就在二人说话间 江流儿一行人也来到了哪吒身后 六尔见此嚣张地笑了笑说道 就算你们一起上 又能耐我和 话音方落 在众人身侧突然传来一道清冷的话 话别说得这么绝对 我劝你还是把那猴子交出来 别人我可以不管 至少得让那猴子把邮费还给我 说话之人 却庭生有神眼 龙眉凤目 仪表堂堂 本是一清俊公子模样 但却身披一袭白黄相见的战警 目中的金芒正死死锁定着妖吼 来人便是那掌管天庭司法的二郎神 杨姐 孙昊清源妙道真居 这二位曾经都与五百年前的孙悟空有过一战 且都未曾落败 眼下二人合力 又怎会拒这只来历不明的妖猴 感受到二人体内散出的强横威势 六儿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他不清楚为何这二人如今这么强 说话间 杨姐已经睁开了没心处的天眼 虽然他还是看不出其中端倪 但可以确定的是 并不是他们变强了 而是眼前的妖猴太弱 他并不是孙悟空 确切地说 他并不是当年的齐天大圣 罗诈文言有些迷雾 盲询问师兄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连天眼都看不出来 事实确实如此 号称可看清六道众生的天眼 也看不穿此妖来历 不过可以确定这是假 就在这时 六儿才能成见天怒 似不愿接受这一切 不过也加他确实不是对手 虽不甘 但也只能选择顿去 见那妖猴远去 八戒赶忙来到杨姐身侧说道 二郎 你怎么让那妖猴跑 杨姐将脸别到一旁 没好气地说着 我追不上 要追你去追 玩闹间 江流儿也来到杨姐身前失礼 语气恳切地说着 这位上仙 如果可能还请舅舅大圣 身旁的哪吒剑子 也出言让杨姐想想办法 可眼下杨姐也是有心如力 毕竟都不知道 那臭猴子是什么时候丢的 就在这时 一旁的丫头神色认真的说道 刚刚大圣去化园 大概走了一炷香的时间 回来的时候就是假的了 杨姐虽不知这女娃娃是如何看的 但却相信这丫头所言非虚 既然如此那便好吧 总不能让笑天白 吃了那猴子给的零食 世人皆说 孙悟空自那五行山下脱困之后 实力再不复往昔 已然不是当年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可是人不知 在孙悟空被如来封印时 其体内的元晶被一分为二 一半正于五行山下 而另一半则所在西天陵山中 凝幻六尔弥猴 此刻 在杨姐与笑天犬的带领下 众人寻到了一座眼影在迷雾中的矮山 五百年前笑天犬曾咬过那猴子一口 所以对其身上的气息很是熟悉 众人没有半分迟疑 跟随笑天犬来到那山脚下 却发现此山尽刻有佛印 再见到这佛印的刹那 江流二心中矩阵 因为这六字真言乃是世尊佛印 可为何会出现在此 这一刻 江流二想到了血 深色的杨姐显然也看出了端倪 神色凝重地说道 小师傅 看来后面的事 我们真的不好插手了 可作为天庭第一反骨的罗诈 天性桀骜 他很想见你 这能在一炷香之内抓走猴子的 到底是何方神圣 却被江流二沉声喝住 他深知这其中千者甚大 而且此事乃是他们佛门内的究竟 天庭一方确实不便插手太深 江流二朝着二人深深地湿了一领 并表示此山滩一人进入便可 哪吒还想说些什么 可想了想又化为了一声叹息 见江流二想要独处 小白急切地说道 和尚你疯了 一个人进去不是找死吗 不管如何 至少让我们陪你进去 说话间 沙僧与八戒二人也缓步上前 欲陪师父闯一闯这险地 不料江流二只是侧目扫了众人一眼 并到了剧 我说了 一个人 言语中满是清冷与绝绝 小白三人都被其震住 今日的小和尚好像有点不一样 确切来说 是有点吓人 而在这山腹之中 几道粗壮的锁链垂落 锁链之上更是布满了六字真言 就在这时 那被封印的锁链忠心之人 传出一阵冷笑 如来 尼压了俺老孙五百年 而今怎么还来 话音方卧 在这山间忽然响起一道飘渺的福音 孙悟空 尼压王本境卫处 怎么保护取经人 孙悟空闻眼眼中闪过嘲讽 他保护江流尔 并不是因为他是取经人 说话间 江流尔也寻到了此地 他望着那被封在佛印中的大圣 目中闪过交集 而此刻 大圣也觉察到了孤身前来的江流 王劝其赶紧离开此地 可江流尔又怎肯就这般离去 他要助大圣再次脱分 孙悟空剑霸露出追忆与无奈 叹息了一声说道 和尚你走了 这一次的封印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江流尔置若往 一步一步艰难地朝着大圣走去 就在这时 一分金身法相挡住了他的去 正是那佛祖如来 他换了句金蝉子 随后说道 你有大任在间 不可执拗 本尊已派出此妖的分身前去助你 所谓大善 然小我 不可拘你小结 这才是大成真经所在 江流尔闻言沉默 片刻之后 他询问世尊 何为分身 他不懂 如来随之说起了500年前的那场闹剧 当年五行山镇妖之时 如来将孙悟空的元经一分为二 换为六尔 此后便由他护送金蝉子西行 而且还告知金蝉子 莫要执迷不误 以他现在的法力 想要破开那佛印 必将魂飞魄散 就在这时 那本已顿去的六尔也来到了此地 自从大圣被擒之后 他的如意金箍棒便落入六尔手中 包括其头上的金箍 眼下六尔来此就是想知道 如若他本来就是分身 又何来魂飞魄散一手 说罢他将将六尔推到一旁 到了剧 靠边站小和尚 救人还轮不到你 华音方墨 六尔纵身跃起 不顾一切地朝着佛印冲去 他不愿成为被人操控的墨 也不愿成为他人的分身 他叫六尔 不是那孙悟空 君子一声架起 佛印印生破碎 六尔弥猴也为此清净了所有 你知道全圣时期的齐天大圣有多强 满天神佛都显有七笛神 甚至就连如来都对其忌惮三分 随着六尔清净所有冲破如来佛印 他自身也开始消散 至于下内根密布龙纹凤传的如意金箍棒 可下一刻 空中的光雨开始凝聚 渐渐地汇聚成了一轮圆月 而在这圆月的中心 有着一只通体散发着流光的猴子 在这圆月出现的刹那 孙悟空与如来眼中闪过金芒 因为此物 便是孙悟空的另一半原精 这一刻 如来的语气中透出极切 他告知金蝉子 原精却不可再落入妖猴手中 再不可让其成为当年的齐天大圣 可将刘二却平静地说起 世尊 大善固然重要 小善意不可缺 人性本分善恶 我宁愿余生度恶扬善 至于那大乘佛法 请恕弟子愚钝 不能理解 也不愿理解 说到此处 将刘二抬起那垂下的斗力 目光清冷地直视如来 道了句 世尊 我叫将刘二 是个挂单的和尚 并不是你的取经人 经缠此 空中的大圣见此也中露出复杂 轻唤着小和尚的名字 随后 将刘二将手中的元经致出 大圣这一路的追随 他不敢忘 如若因此与诸天神佛对立 他亦不回 那锁住大圣的镣铬崩碎 旗上的六字真颜镜 一股庞博的妖气 大圣挺内汹涌而出 元经合二为一 这一刻的他 才是那超越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的妖王 才是那不惧十万天兵的齐天大圣 一声仿佛压抑到极致的怒骨 心中传出 这一口响彻天 仿若在教告诸天 妖王的归来 在这矮山外等候的众人 皆是被这股灵力妖气震慑 甚至就连二郎真君都罕见地露出凝众 与此同时的山腹中 恢复巅峰的大圣从空中落下 他缓步朝着江流儿走近 并伸手取来那如意金箍棒 江流儿身后的如来法相 见词赶忙说道 金铲子 你可知此妖猴原经已如当初 这满天神佛将写有七笛手 如若在讲天东 闹地府 这份罪孽你可担得起 速速把金箍给他戴上 方是上上之策 大圣闻连道了一句 窝躁 随后将手中金箍棒横扫 灵力的刚风瞬间将如来的法相震散 就在其即将消失之际 如来的话语再次传出 如今只有金箍才能压制住他的妖性 话音方落 大圣已经来到了金蝉子身前 二者四目相对 皆没有言语 忽然大圣居膝跪下 这是智学义有成之后 第一次承心十意的跪来 随后他将手中金箍地给江流儿 郑重地说道 我若成佛 天下无魔 此后不久 师徒二人缓步走出矮山 只听大圣笑骂道 好了 别哭鼻子了 你那鼻涕都流到我金箍棒上 这是一个禁术由女子组成的奇异国度 名幻西凉女儿国 在这里 上到权倾天下的帝王 下到不依盲掘的平民百姓 均是清秀可人的绝美女子 也正是因为这般的人杰地灵 女儿国遭到了周围各部落的际语 他们无端挑起战争 屡屡侵犯女儿国国土 虽都被护国大将军领兵平息 大将军下令让三军撤回城内 为了给大军争取时间 他孤身一人留下 为战士们断后 昏暗的战场上硝烟四起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大将军一人一箭立在场中 却无人敢上前触其锋芒 一只案件袭来 精准刺入大将军的肩头 这一幕总算给了叛军们信心 他们开始蜂拥而上 渴场中的女子就像拥有不死之躯一般 将来犯的叛军尽数斩杀 慢慢地其脚下的尸体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汉军被打怕了 无人敢面对这如杀神一般的女子 最终选择暂时退去 此后 大将军便拖着疲惫的身躯 孤身走入山林 此刻的他已是遍体鳞伤 甚至就连身上的盔甲都已残破 可就在其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汉军再次追来 大将军赶忙屏息一臂 不停身侧传来一动 大将军心中矩阵 忙回头望剧 却见一个小丫头 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他的身前 小鬼的来历 也不知晓此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来到他境界 可眼下已经容不得他考虑太多 汉军已经追上了 大将军眼中透出绝绝 一个闪身挡在了丫头的身前 不料这小丫头没有半点惧怕的意思 反而朝身后说道 我们救救这个姐姐吧 大将军这时才察觉 在二人的身后还站立着一个人 可待看青来人样貌后 大将军神色有些恍惚 此人虽身披黄金战甲 但却满脸的猴毛 甚至脸上还生有一双赤金色的双头 大将军都没来得及看清 那人便已冲入叛军内 煞世间 血光似箭 残枝飞舞 那人甚至还生生咬下了一名叛军的手臂 这一幕看得大将军有些瞠目结实 他声音颤抖着询问身旁的小丫头 是什么人 丫头见他这般模样 敢盲言嘴小声说道 放心 和尚哥哥平时不让杀人的 还不带大将军做出反应 满嘴血污的大圣便已出现在他近前 沉声说道 女施主 老孙这次破戒可是为了救你 一会和尚来了 知道要说什么吗 丫头文言轻笑了几声 盲表示自己会帮大圣解释 话音方落 从那迷雾内传来一道清冷的话语 说话之人是一个和尚 头戴斗笠 英俊不凡 正是江流儿 丫头见此欣喜地喊了一句 和尚哥哥 而大圣则赶忙转身 擦了擦嘴角的血字说道 丫头你去跟和尚解释吧 说吧 便纵身跃起朝着远处顿去 这一幕再一次刷新了大将军的认知 随后他抄起手中力解 警惕地望着身前二人说道 你们都是妖怪对不对 见女施主误会 江流儿赶忙向其解释 并说出了自身来历 可当他扫过那满地的残之事 顿绝腹中翻江倒海 自顾着跪在一旁呕吐起来 此后不久 八戒等人也闻讯感了 他凑到女将军身前一本正经地说着 我们真的不是妖怪 女将军试着努力说服自己去相信 可当他扫过这几位的尊容时 还是觉得一言难尽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几位对他没有恶意 于是大将军深深地吐出一体灼气 也说起了自身的来历 此女名幻李真 乃是西凉女国的护国大将军 而经这周围部落联合 欲吞并他西凉女国 方才一战虽暂时将他们击退 但敌方兵力远胜女儿国 这次恐难逃被吞并的命运 所以他恳求这几位大师可以救救女儿国 八戒原本对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太感兴趣 可在听闻李真说起 各方部落寄予他们女儿国的 一个重要原因之后 便一马当先地朝着女儿国方向走去 唐僧师徒刚到这西凉女儿国 便在经殿上斩了女儿国国王 也因这西凉女王乃是一妖物所化 此刻 江流儿一行人受护国大将军所求 前来驻女儿国化解那即将到来的灭国之灾 西凉女国虽地处满影 但物产丰富 人节地灵 且如那传说中一般 这是一个禁术由女子组成的国度 眼下街道上的阴阴念念 都被那走入城门的几人所吸引 领头之人他们都认识 乃是当今的护国大将军李珍 而最让他们在意呢 是跟在其身后的那几个男人 一个身形修长 清秀俊郎 另一个虽长得不尽如人意 但甚是强壮 还有走在最后的那位 虽看不清样貌 但包裹的这般严实 应该很厉害才是 小白与丫头文言盲言嘴倾向 眼中满是古怪之随 唯有八戒一脸的郁闷 虽说是以战俘的身份入城 但你就把俺老出一个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的这股郁闷 很快便被街上的美景击散 哈拉子留了一地 在李珍的带领下 师徒几人很顺利地走入皇城 来到了京殿之上 李珍先是向女皇 禀告了前线的战口 以及大唐高僧 愿意助他女儿博退第一室 京殿上原本拥暗 侧握着的女儿 在得知几人来自大唐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 不可察觉的金芒 随后女王起身缓步走近 直至走到江流儿身前 才不虚不及地说道 这位大师从上帮大国远道而来 究竟所谓何事 江流儿文言目光平静地与其对望 刚想说些什么 却听女王话风一转 与气话为森然 还有 虽然我国乃是藩帮小国 但朕毕竟也是一方君后 大师利而不贵 未免失了礼数 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那大唐高僧文言非但不贵 反而冷笑着说道 国王所言甚是 不过平僧跪天跪地跪君王 就是不能跪妖 女王听把瞳孔猛的一锁 一旁的李珍也是心中矩阵 王初言呵斥江流儿的无礼 就在这时 丫头从江流儿身后探出脑袋 俏皮地说道 女王大人 你的尾巴露出来了 女王文言下意识地望向身后 病到了剧 不可能 我明明藏得很好的 这一举动 宛如一道惊雷在李珍的心中炸开 深知身份暴露的女王神色转为冰冷 她身躯剪出这么多年 竟然被这臭和尚一眼识破 却见江流儿装模作样地 对着身侧的丫头说道 你是看出来的吗 我反正就是随便一掌 丫头也配合着小生嘟闹 我也是随便一说罢了 眼看被二人如此戏舍 女王彻底冷目 一声非人的嘶吼 从七口中传出 紧接着 从那女王背后伸出一条 带着道次的尾巴 面目开始变得猙獰 身下更是长出了几对凹组 这女王竟然是一只蝎子金锁花 小白见此满眼的无蝎 朝着身侧的丫头说道 还记得我们教过你什么吗 丫头文言微微汗手 眼中满溢着剑链欣喜的兴奋 以前丫头一个纵深乐器 欲估身一人面对此妖 口中还尼喃着 第一 绝不给对方变身的机会 在场的众人神色各异 李真心中满是震撼与交集 而那假冒女王的蝎子金 则是如鸳一般的冰冷与死寂 就在这时 小白突然立声喝倒 隆鸣隆鸣 出窍 随着剑鸣声四起 惊变中迸射出道道血光 并想起了小姑娘轻柔的话 第二 出手绝不留情 至于那第三 我忘了 说话之人正是丫头 眼下的她手持两把利剪 双目中透出灵力 已然不是当初那个满脸志气的女娃了 与此同时 在这经殿之上 大圣略带欣慰与褚蜜的笑霸道 这死丫头 传闻那女儿国 新王有着召唤天兵的能力 在其登基后不仅 便以此灭掉了巨手来犯的猪 此刻 随着丫头在经殿上 斩了冒充女王的蝎子金口 李珍便在这后 花园单独约见了江流儿 此番李珍先是谢过江流儿等人的救命 与救国之恩 在之后便又说起了一个不情之情 原来 再几人将那妖孽除去之后 禁军便开始对皇宫内展开搜索 成功找到了女儿国国王的遗骸和遗诏 根据遗诏上所述 女王早已知晓这皇宫内存有妖物 且她自身已深受其害 自知命不久矣 所以特留密诏 凡诛杀妖邪 救我国人者 无论任何品贱身份 都可继任大头 以造福国人 江流儿听出来李珍言中之意 她想让丫头留下 坐着女儿国的国王 见江流儿不语 李珍再次开口说道 大师 你真打算带着丫头一辈子 现在对她来说 不正是一个最好的归宿 江流儿沉默少许 终是归于一生叹息 她想先去问问丫头自己 此去一路虽是艰辛 可比起归宿 她更担心丫头的安危 所以此事 江流儿想让丫头自己做决定 她若说不愿 那么师徒五人 必定会陪她左右 不惜一切代价护其周全 在告别李珍之后 江流儿便与徒弟几人 说其此事 小白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 丫头几乎可以说 是她拉扯长大 又怎愿让其不身一人 留在此地 江流儿自然也是不忍 不过这毕竟是丫头 自己需要面对的 只要她说不愿 那谁都别想将其留下 就在这时 丫头从众人身侧走出 语气绵柔却又坚定地说着 我愿意留下 这一瞬 往昔的种种浮上心头 原本那个孤骨无一的志童 已经长大了 或许是想要有自己的天空 或许是知晓和尚哥哥们 此一行的不义 不愿成为拖累的她 选择了留下 此后不久 江流儿等人便重新踏上了行程 在临出城门前 小白望着皇城方向轻声说道 今天丫头登机 不看完再走吗 八戒二人也忙出言复刻 就在这时 忽然从身后传来一道清冷的话语 圣僧留步 说话之人一袭红衣 身侧恭敬站立着文武百官 正是那女儿国的新王 她来为江流儿等人送别 可再见到几人的刹那 丫头再也难掩心中情绪 颤声说道 和尚哥哥 你会回来接丫头的 对吗 在此之后 丫头便整日学习处理朝政的诸多事宜 离别的赶伤道也因此被冲散了几次 不过她时常会盯着一个锦囊发带 脑海中想着他们现在走到哪了 这锦囊是大圣临行前随手塞给丫头 并告知丫头别让人给欺负 就在这时 李珍神色肃然地走入京殿 她跪拜在丫头身前 陈生说道 陛下 三国军队联合来饭 眼下正在我皇城前集结 前阵战士们已经准备完毕 是战还是手 还请陛下下旨 丫头文言神色微臣 这帮叛军一直欺我国无难盯 屡次来饭 这次又出了倾国之力 看来是想一举攻下我女儿 说吧 她目中闪过灵力 陈生说道 传旨 准备御驾清征 与此同时的皇城前 丫头内的一切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身披战甲的丫头走在李珍前方 脸上的神情愈发的阴沉 她望向脚下那属不尽的叛军 眼中满是淡漠与清烈 随后她那清脆却不失威严的声音 传遍整片战场 城下的人听着 而等战我僵徒 其我国民 本王念上苍有好生之德 如若而等速速退离 本王愿饶而等不死 一众叛军闻言放声大笑 对这口出狂言的小丫头 很是不信 丫头见此嘴角翘起一个威胁 随后便纵身跃入瞳中 一旁的李珍看得头皮发麻 也不在乎什么理解 大声喝道 死丫头 你快给我回来 不料丫头丝毫不予领会 挂在胸前的锦囊被弃换出 并从锦囊内取出一根散发着流光的猴毛 下一刻 这方天地内狂风大作 云层翻涌 宛如天节降临 紧接着 一道红仇出现在那翻层的云雾中 红仇之下是一席金色战剑 来人正是那齐天大圣 孙悟空 这是大圣留给丫头退敌的后手 而那些来犯叛军的结果可想而知 天兵天将都不够这位也打的 更何况是肉体繁胎的他们 传闻每当阳间出现不甘横死 便念极深的冤魂时 地府便会派出鬼拆机呢 若逢大灾难 死难者众多之时 则会派阴兵出动 故称为阴兵戒道 雨后 青翠的山林被一片飘渺的青沙掩盖 茫茫大雾如烟如韬 他略带寒意 翻腾缭绕 路过的路人见此纷纷聚集 结伴而行 如今这世道不太平 据说那山间多有妖邪作祟 闹得人心惶惶 当然人群中不乏不信鬼神者 他们认为 这一切都不过是有心之人 用来敛财的手冠吧 因此听闻总觉得心中没底 王青生询问身侧的男人 不会真的有妖怪了 却见哪吒平淡地道了句 不怕 山间雾气愈发地浓郁 眼中竟是一片白茫茫 为了避免走散 手握着一只铜铃 人群中的书生剑霸小声嘀咕道 不就是误大了点吗 不至于这么大惊小怪了 话音方落 迷雾中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铃铛声 大叔有些疑惑 自己明明没有摇响手中铜铃 那这声音又是从何而来 随后他望向那迷雾伸出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顿时让大叔头皮发麻 握住引路灯的手 抑制不住地颤抖 接着 众人便听大叔那恐惧到极致的声音传来 大家快到路边把头低下 闭上眼睛 千万别抬头 众人虽不解大叔为何这般模样 但还是纷纷照做 片刻之后 几道黑影从迷雾中浮现 书生本就不信鬼神 悄悄地睁眼望去 他看清了那迷雾中的黑影 一身白袍 头戴白关 书生疑惑 小声询问大叔此为何物 大叔闻言气急败坏地说着 不想死就把嘴闭上 这是阴兵戒道 这一刻 那迷雾中的身影彻底枕现 为首的是三位身着关袍的鬼差 口中重复呢喃着四个字 生人回避 而这三位鬼差身后跟着的 是逗留在这阳间无尽横死的冤枉 就在这时 鬼差好似注意到了什么 脚步猛的一顿 只见一声有惊铜的男子 正死死地盯着他 因为这鬼差来得突然 白英子吓得不轻 所以那炸美好气地喝了嘴 夜晚时分 众人终于寻得一山间小庙 今日天色已晚 山间危机四伏 所以众人决定在此歇息一晚 篝火旁一群人谈起方才随 仍觉得心有余悸 就是不解 那阴兵之后 为何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庙内众人正聊的兴起 浑然不觉有妖物 盯上了此地 来人一只眼睛被仇不包裹 正是从智障山逃窜 至此的睁眼下 此刻的他满是兴奋地说着 老大 我们终于有肉吃了 身侧的乌立魔王也激动地说道 本大王要另立山头 今天就是我东山再起之日 由于有过前车之鉴 直至深夜 两只小妖才敲咪咪地潜入庙宇 就在这时 从二人身后传来一道清冷的话语 打扰别人睡觉很讨厌 知道吗 二妖心中咯噔一声 心想应该不至于这么倒霉吧 可下一刻 从那说话之人体内 涌现出一股滔天神力 英子剑霸赶忙提醒他 李大哥 你这样会不会又被你爹发现 乐乍文言目中露出阴沉 但体内的神力却是一致 就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响起 乐乍伸手向前抓去 那飞来之物是一根树枝 紧接着 少年不带丝毫情绪的声音传来 你不能打架 乐乍侧目望去 来人竟是孝天去 如此说来 自己的师兄应该也在此地 果然不出所料 又是一道略带戏谑的声音响起 孝天说得对 你不能打架 不然要被你爹爹打批评 来人浑身滑光流准 赫然便是那二郎显胜真君 杨姐 乐乍文言轻笑 没好气地道了句 多事 杨姐也不能 反而凑到笑两口 身前说道 其实我盘缠用完了 跟你俩拼个伴 不介意吧 却听英子怯生生地说道 可是我们自己的盘缠也不多了 杨姐心生一记 凑到那扎耳边轻声说道 要不 等明天去镇上 把你爹那个破塔给当了吧 与此同时的小妙外 睁眼瞎见自家大王 被折磨得不成妖样 赶忙求饶道 尚先饶了我们吧 我们会做灯笼 可以给你们转盘缠 传闻山中有一邪碎 名幻诗妖 乃是横死之人的怨气所 他们大多为美艳绝伦的女子不一样 常在山间勾引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此刻 在这凡间某处角落 一间新开张的小茶铺 掩映在迷雾间 能来此地的大多都是 行走在山间的旅客 这一天 茶铺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此人满脸威严 一身凛然之气 一见便知其不俗 不过对于不安适事的英子来说 来者皆是客 忙热情招待其坐下 并询问要喝点什么 那人文言平淡地道了句 随便 可就在这时 哪吒突然走出 并将英子护在身份 平静地与那人对望 并道了句 果然还是追来了 这次你想怎样 眼下二人相视而立 眉宇间的神态竟然出奇地相向 来人赫然便是哪吒的生父 托塔天王李靖 至于老李家那点 迫事大家想必也都轻 这也俩打小便不对付 所以刚见面便吵了一架 又以磨合多日未见的生疏之感 在之后李靖便说起 哪吒勾结妖猴夺 他宝塔一事 哪吒转念一想 这老头没了那破坛 我还怕他作甚 于是父子俩便又打了一架 二者的相处模式 看得英子一度有些怀疑人生 片刻之后 两位大神谁都没站到好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英子盲地上一碗热茶 让伯父先休息一会儿 李靖冷冷地扫了这凡俗女子一眼 随后轻哼了一声说道 你的茶我不喝 这一幕让英子有些不知所措 无助地愣在原地 哪吒为此又跟其父吵了一架 一翻口舌之后 李靖突然话风一转 轻笑道 要喝茶的话 不是得你俩一起敬吗 此话一出 小两口的脸顿时照火 哪吒也被这一句话怼得哑口无言 不明所以的杨俭二人偷偷窥探此地 笑天犬一破着说道 这老头是来要那个破坛了吗 杨俭文言有些语色 可我已经给当了 与此同时 江流儿一行人在走出女儿国之后 便继续一路向西 不料在路过某处深山时 却遇到一红衣女子 那女子走过江流儿身盘 突然悠悠地说道 大师天色渐暗 现在靖山很危险 江流儿侧目 平静达到 不知女施主所说的危险 可是只要写 女子文言回头 露出奇眉眼下那张 轻力脱俗的绝美容颜 但奇异的是 这女子的双瞳 竟是诡异的幽绿色 她轻轻晃动手中凝竹 并给不识 若大师不嫌弃 我家就住在山下 不如先到家中暂住一晚 明日再进山也不迟 语气中净显柔媚 江流儿文言轻笑了几声答道 施主严重了 平僧又怎会嫌弃 只不过我毕竟是和尚 比起上山 施主的闺房才更危险吧 只是平僧还有一事不明 这上山御妖 和下山流速 有何区别 那女子文言沉默了少许 她知晓这和尚看出了她的底细 所以也不再藏着掖着 开始说起了此举的目的 原来这女子虽为诗妖 但却无心害人 无奈尸还被山中妖王所痛 逼她再次引诱路人 供难妖王享用 女子不甘 所以勾引那些心怀不悔之人下山 至于上山那些 能否安然脱身 就只能看他们的造化 江流儿知晓这女子所言非虚 因为在其身上补有湿气 却没有半分血腥之味 倒也不算冥顽不灵之辈 所以决定帮女子度化怨气 让其好重新投胎做人 不料女子文言却无半分欣喜 她知晓大师心善 可她并未在这和尚身上 敢一道半分法兵 而想要超度自己 必先从妖王那取回尸海 说到此处 女子神色一暗 忙催促江流儿下山 如若被那妖王发现 则万事皆休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如墨的黑影 从山间浮现 她猖狂地笑道 现在想走 快来不及了 说话之人一袭黑补 但那张脸却苍白的甚人 正是此间妖王 她略带玩味地望着江流儿与那女子 显然之前的一切 都被其境收眼底 不料那和尚丝毫不惧 反而与自己打起了招呼 并说道 你好啊妖王 说到妖王 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妖王闻眼满眼的戏血 忙让和尚展开说说 那妖王兴盛名水 然而回答她的 却是一道突兀 出现在自己身后的冰冷话语 齐天大圣 孙悟空 你可知猪八戒的真正实力有多强 显化真身的她 仅仅几个回合 便让九头妖王落败而同 此刻 那山间妖王正与大圣相视而立 她自然听说过 齐天大圣的名号 但却不认为 那被压在五行山下 五百年的妖猴会出现在此 这妖物率先发起攻势 不得不说 这妖王的攻击倒也算训解 这也正是齐依仗的手段之一 眼边自己将那猴子的退路封锁 妖王得意地嘲笑道 如何 这种速度的攻击没见过吧 是否让你觉得 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了 妖王越说越兴奋 手中的攻击也变得愈发的凌厉 一旁的狮妖剑刺 焦急地望向江流耳 想让齐去帮帮那小师傅 不料却见这几个祸席地而走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嘴里还念叨着 你们猜这妖王能坚持多久 别我这水还没烧开就结束了 是要一脸的无奈 心想这几个和尚 怎么看着不是很正经的样子 正想着 呼听妖王的笑声戛然而止 继而传来那小师傅冰冷的话 俺老孙最讨厌的就是话老 话音方落 在大圣的脑后 睁开一双赤金色的桶 融合了另一半晶圆之后 那原本属于六尔的戾气 也折服在大圣体内 眼下稍加释放 那汹涌的气势 便足以将妖王震慑 下车直接将其脑袋抓住 狠狠朝着地面砸落 妖王眼中露出骇人 此刻他才知晓 自己到底招惹了一个 怎样的狠角色 无奈大圣洗尽 没有给妖王求饶的机会 握住妖王的手用力一扯 便硬生生地将其头颅撕下 随后大圣不屑地冷哼一声 如丢垃圾一般 将妖王的头颅随手扔在一旁 做完一切之后 还朝着江流尔等人比了一个音 然而就在这时 那狮妖突然焦急地喊道 小师父 小心身后 众人闻言皆侧目望去 只见那被扯下头颅的妖王 并未死去 而是默默地将脑袋捡起 拍了拍气上的尘土 然后朝着脖梗上落去 又是一道神弧滑步 妖王被大圣一棍 砸飞向远处的山头 本意为此战已落幕 不料那妖物出奇地扛奏 无愧于妖王之名 只见那山间一团浓郁的黑雾浮现 像是在酝酿着什么 煞世间 这方天地都为之战地 将流而见此 也收起了玩闹之意 大圣则是传出一声冷笑 道了句 有点意思 说话间 那黑雾彻底散去 露出了其内体型巨大的妖王 这是一只蛇妖 但却生有九个头颅 除非一次性将九个蛇手斩断 不然此妖近乎不死不灭 三番五次这般 大圣显然有些脑 不再压制体内力气 势必要斩个此料 不料八戒上前拍了拍大师兄的肩膀 并说道 猴子 这妖怪有几个头啊 大圣虽然习得道法无数 但在数数这一方面 确实不敢恭问 掰着手指数了半天 愣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恼怒之下 他直接揪起八戒 那如蒲扇般的大耳 朝着那妖王甩了出去 八戒迎面撞在妖王的一个蛇手之上 虽不痛不痒 但在妖王看来 这俩后未免有些欺人太甚 说吧 他张开血盆大脖 逃着八戒进去 无料却被突兀袭来的一拳 砸得七荤八素 从远处望去 此刻的山间矗立着两只巨兽 与那九头妖王对立的 是一只青年獠牙 浑身长满如钢腔一般 坚韧练综毛的猪妖 见此情形 江刘儿知晓此妖已够不成威胁 于是便要带那女子去取回世海 在途中女子告知 他身前夹住在山后祭赛国的金光四旁 希望江刘儿可以将他的骨灰送去 好让他入土为安 再回来时战斗已经落幕 那妖王不敌八戒重伤远顿而去 而八戒自身则是被斩掉了脑后的尊毛 大圣恼怒 赏了八戒一个脑瓜崩 气急败坏地说着 呆子 一个小妖都留不住 还自称什么天鹏元帅 最后插一句 这九头妖王与小白还有着些许渊源 白龙马为何是女儿之身 本身为西海三太子的他 又因和犯下五义之罪 这一切的一切 还得从西海龙族的一段隐秘说起 都说龙生九子 子子不同 小白的两位兄长虽为龙主 但却资质平庸 难计重任 所以西海之君的大位 就只能寄托未来子次 封神拜相权指望后人天赐 就在西海龙族前途渺茫之际 小白仿若应运而生 因为他乃天生金童 金童为先 这也就代表着 小白有着带西海龙族走向昌盛的前 奈何天不随人意 小白虽为西海这一代中唯一的金童龙主 但却是位公主 暗虑不可皆长大的 此后小白便以西海三太子身份成长 并取名熬猎 时过境迁 小白已知若冠之年 这一日 受天庭风力 西海龙族将与十万天兵会合 一同参与此次神魔大战 若小白能在此战中立功建业 必能早登先位 临行前 西海龙王将小白换到身前 让其切记 你的使命 就是为了你的家族和荣耀 这句话从出生起变 伴随在小白族流 仿佛这便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也为此付出了所有努力 至少那时候的小白 对此深信不疑 直到那天 他跟随天兵来到东海二来 见到了那只挑动三界大战的妖 他给了小白一个不一样的礼物 也让小白第一次知晓 一个妖 竟还可以这般活着 为了自由 他敢搅动三界 独自面对十万天兵 这份坚持 这份狂傲 让小白心持神网 依西记的内妖曾说过 当我还是一只猴子时 我就只能和猴子玩 但我学会一身本领后 牛魔王也要跟我称兄道弟 在我大闹天宫之前 各位神灵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但在我大闹天宫之后 波塔里天王也要对我毕恭毕敬 这世界很公平 哪怕他表面再不公平 可其公平之处就在于 当你越强大 世界便对你越好 所以他不能决 为了自己 也为了自由 那一幕深深地嵌在小白的脑海中 他向往这般的酣畅淋漓 狂傲不羁 此战之后 西海如愿得到了天庭的风声 西海三太子驻天庭诸杀妖 风尚先之位 刺金丹一枚 更是因三太子在此一战中屡见其功 而其本人年已弱惯 所以天庭特将万圣龙王之女 许配三太子为王妃 本是足以让西海龙族 走上正轨的一道风声 不曾想却转瞬成为了灭顶之灾 西海龙王将小白换到身体 声音清冷地说着 无二 如今若想保我全足 恐怕唯有 龙王严禁于此 但二者都心知肚明 小白只觉脑海中一片空白 口中不停重复那四的字 保我全足 一行金色的泪水从其眼角滑落 不知为何 这一刻他想起了那只狂傲的腰 他提起手中利剑刺向龙王的胸口 并对其父说道 这样您就可以上天庭告我五蜜大罪 即可保你全足 绝望与怨恨充斥着小白的内心 那双神圣的金铜也随之化为了妖艳的血污 在之后 他又持剑斩了天庭刺下的金族 并到了剧 这是最后一次 或许其中还有许多性命 此后 西海龙王上等天庭 告其子熬裂五蜜之罪 此举惹得玉帝大怒 下旨将小白擒货 并掉在那南天门前 待到受满三百刑罚之后 再将这是父五蜜的孽处处死 不曾想 观音大师在得知此事之后 竟亲自去找玉帝求情 念在熬裂讨伐妖侯有功 且西海龙王也无大碍 玉帝便下旨 免去其死罪 待到受满刑罚后 便废弃道路 连入凡尘任其自生自灭 南天门前 小白的身体被死死锁在玉主之上 树道力气深深刺入她的血肉 眼下的她已经受满了三百刑罚 就在其迷离之际 呼听有人在轻唤她的名字 那声音缥缈神圣 正是在玉帝手中 为其求得一命的观音大师 小白睁开血色双毛 轻声询问菩萨为何救她 菩萨答道 你已生仙旗 却无缘无故做出如此愚蠢之事 我很好奇 还有 你本天生仙童 却因此是一夜之间化为妖毒 倘若三界之间 神佛人妖魔 都有如此变数 想来也是有趣的景 小白闻言沉默 并未选择回答大事的问题 想来她这血童还有着其他隐秘 菩萨也不能 随之说起 五百年后你再修人洗 到时候或许你能再给我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至此小白便在这阴仇剑潜心修行 等待着那曲惊人的到来 这大概是我见过的史上最惨追寻 前一秒还在拜天地 下一秒便惹来二郎真君与齐天大圣联手 将其媳妇与岳父给斩了 此刻 在这碧波潭的水底 两只小妖正在议论着 自家小姐与那九头妖王的婚事 就是不知 一向眼高于顶的万圣龙王亲女 为何最后却招坠了一个妖怪 一旁的鲤鲤金文言 先是扫了一下四周 确认无人后才低声说道 据说那九头妖王拿了金光寺的佛宝设立作为聘礼 才得以入坠这万圣龙祖 不过听说那金光寺庙也请了一位挺厉害的驱魔人 想来是不愿善罢甘休 不料同行的小妖文言满脸不屑 再探看来 只要天听不过问 这人间便无人能动他们龙祖 而那些愚钝的百姓 也只能每年供上同男同女 来祈求风调雨顺 二人正聊的心情 呼听身后传来异动 鲤鲤金芒警惕地望着来人 并询问其来历 定睛望去 此人衣着华丽 更是生的俊俏 一对龙脚隐于白发间 旗下的那双血斗 给原本清俊的面庞增添了几分妖艺的美 来人自称听闻万圣公主朝旭大喜 所以不远万里前来道后 谁知两个小妖根本未听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俊俏的公子 不由看得有些吃了 女扮男装的小白有些无奈 清冷的目光扫了两个小妖一眼 二妖这才缓过神来 王询问公子可有拜帖 小白文言清冷答道 拜帖自然是有了 就在二位的身后 两个小妖不解 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却见一只浑身清黑 顶着一头怪异发型的猪妖 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们境界 只听那只妖语气森然地说着 不知天鹏元帅这个拜帖 够不够分量 还不带两只小妖做出反应 八戒直接抬手 将二者的脑袋狠狠地拍在一起 一旁的小白剑子皱了皱眉 并到了剧 二师兄 咱能别这么粗鲁吗 与此同时的毕波谈谈 九头妖王与万圣公主 已经拜完了天地 万圣龙王有些不愤地 朝着身前的便宜女婿说道 从今天开始 你就算入坠我万圣龙族了 小女当年可是 得玉帝赐婚的龙族公主 言中之意便是 能得我龙族青睐 是你这长处的荣幸 九头妖王闻言也不能 轻笑着答道 岳父大人放心 金光寺的佛宝 不是已经当聘礼送给你了 龙王听罢也不在言语 这连因本就是一场交易 他们迫切需要佛宝 为此不惜道来 西王母的九夜灵芝续养此物 待到毕波谈佛光冲天之日 周围诸国必然前来 焚香供访 到那时 就可让诸博 供上同男同女 用以延续龙王 本不多的寿命 就在这时 忽然从殿外传来 一道清冷的话语 九夜灵芝与佛宝设立 敢将道佛两家一起得罪 你们心事真的大呀 殿内三人文言 心中俱正 王侧目望去 只见两道身影 从殿外走入 一个风神俊朗 一个青年獠牙 若是让万圣公主知晓 这偏偏公子正是 当年玉帝 为其赐婚的西海三太子 不知会作何感想 万圣龙王眼见计划败露 心中杀意四起 下定决心 要将二者留在这碧波坛底 不然这世间 恐怕再无万圣龙族 对于这一点 九头妖王也心知肚明 冷声对着二人贺道 就你们俩人 还敢在这大言不惨 不过他也知晓 这二人与那猴子是义武 于是又补了一句 是就你们俩 死后不久 这碧波坛 也不然先起 好天巨蜜 三朝颜色各异的真龙 从神下窜起 八戒与九头妖王 何时 九头妖王心中一领 也跟着回头望去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差点 没给他吓出使来 只见那虚空中 站立着两道神威灵里的身影 站在左手位的 他认识 是那只强到离谱的猴子 站在右手位的 他刚巧也认识 是天庭掌管司法的 二郎显圣真君 见到这二位的刹那 九头连自己埋在哪都想好 大圣又一次 见那九头长头 顿时心中力气狂勇 朝着身侧的二郎说道 那只小的闺女 俩大的鞍包了 杨简文言没好气打倒 臭猴子 我这可是公干 凭什么都是你的 大圣矮的语气理论 甩下一句 谁抢得算谁的 便率先抱起 朝着几条长冲戏剧 可就在其冲出的刹那 灵力的破空声 从他耳盼略补 一道痛苦的龙音声 响彻被拨打 万圣龙王就此身语 大圣恼怒 猛地回头扫向身后 只见二郎手持 金弓银弹 略带玩味地说道 你说的 谁抢得算谁的 大圣直护这三言载 不讲武 说罢伦其手中 如意金箍吧 又是一道破空声响起 万圣公主的真龙之躯 便被断成竖截 九头妖王人都看没了 就没见过 你俩这么闹动 可下一刻 他便觉察到 有两道半的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九头妖王顿觉虎去一阵 眼下大圣与杨简 一比一比 不过好在这会 有九个脑袋 二人一番摧残之后 九头妖王的脑袋 被尽数斩灭 至于下一个 还存在一缕契机 不过只要有 这缕契机在 他便有望恢复元气 就在其庆幸之余 忽然感觉到 有人在戳自己 这是二郎坐下笑天诀 他面无表情地 望着九头妖王说的 这个大脑袋 看着挺好吃的 身侧的智障山 二妖王表示 自己还学过 一门泡胶舌头的手艺 你可知圣鹰红孩儿的 实力有多强 全力施展三妹真火 即便对上如来 坐下的金翅大仆 也感应汉锋芒 此刻 在这犀牛鹤舟的 某处与世隔绝的山谷间 昔日的一代妖王 平天大圣隐居于此 这一日 不问世事的牛魔王 突然愁容满面 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略带忧虑地说着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就在这时 胡亭身后传来一道 压抑着怒火的青鹤 牛大力 谁让你在这洞内抽烟的 又想那个小狐狸了是吧 向来以混世为名的 牛魔王为言 王家灭了手中的烟港 并直呼冤枉 要说这世间 能让平天大圣如此这般 怕也只有 他那脾气火爆的夫人 铁扇公主 就在老夫老妻 交流情感之际 又是一道声音 从洞外传来 言语中似憋着笑语 轻唤了一句爹娘 来人正是那 观音座下的善开童子 一是牛魔王二人的亲子 红孩 牛圣婴 铁扇公主 见孩儿归来 自然是欣喜万分 也懒得与老牛计较 口中还打趣道 你看你这公务员当了 这么久也不回来看看 红孩儿无奈说道 今日是菩萨开恩 才特意准他回家 闻娘的听闻眼中 是难掩的心疼 赶忙挽着红孩儿走入府内 让其去换一身干净衣裳 然而一旁的牛魔王 却出奇地沉 他扭头朝着洞府外望去 似感应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的山谷外 一团蕴含着 极致妖气的黑雾 从天而降 最终在这团黑雾间 显化出两尊威武不凡的妖 从二者身上散出的气势来开 显然都是妖王无疑 而且此二者牛魔王都认识 乃是那尸陀领三魔之二 轻念狮子与六牙白相 在二者显化真身的瞬间 牛魔王也手持混铁棍 出现在一处山边 与二者对望 尸陀领二妖率先叫嚣道 牛魔王 你都退休这么久了 这犀牛鹤舟 是不是也该让我们兄弟 来管一管 牛魔王懒得与他们多言 抄起手中混铁棍 变动身朝着身下二妖乐曲 口中还十分霸道地说着 废话真看得多 问过俺老牛的混铁棍再说 别看老牛身去庞大 但速度却敏捷地下人 猝不及防下 六牙白相硬生生用脸 撕下了这一棍 与此同时 其身判的轻裂狮子 也手持大刀 朝着牛魔王的背身扑去 不料这一刀 却斩在了那对牛角之上 钢铁敲击声炸线 那扩刀再也难进分好 怎么见 牛魔王体面汹涌而出 狮陀岭二妖又怎敢逼 胆忙闪身褪举 牛魔王见此有些门线 就凭你们还想染指犀牛鹤舟 看看那狮陀岭都被你们折腾成什么样 虽然你们后台够硬 但你们做的事 俺老牛还真看不上 话音方落 呼听一道阴厉的话语 突兀地出现在身侧 平天大圣此言差矣 自古以来成王败口 只是杀个把人而已 这般斤斤计较 岂不小气 牛魔王眸光闪动 寻声望去 只见那说话之人 金翅昆头 心情抱掩 正是那如来坐下的云城万里棚 传说此大棚与佛母孔 却大明王都是凤凰所生 不仅后台硬的下人 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他二话不说 便要试一试 这位当年齐天大圣的兄弟 适合金脸 说吧 一声刺耳的提名响彻 金鹏顺势展翅跃入天局 紧接着 其翅膀上的金色羽翼 化为诸多利刃 朝着牛魔王积涉而去 他身知牛魔王虽力大无群 但空中是他金鹏的主场 纵使平天大圣有无敌之姿 也只有被他们三人耗死分 而就在那羽刃靠近牛魔王的瞬间 其表面突然凭空燃起火焰 下一刻 那些羽刃尽数在牛魔王眼前化为灰烬 仿若撞上了一道看不见的火墙一般 金翅大棚神色一礼 他认出了此乃可燃进万物的三倍争 与此同时 一道冷傲的话不为道 话说 你们打仗亲兄弟 那我们这也得上阵父子兵才是 说话之人眸光灼灼 浑身散发着不容身叹的炙热 正是换好衣服的红孩 牛魔王闻眼巧然松了一口气 还好菩萨特意恩准自己孩归来 不然今日怕是免不了一番苦战 反观金翅大棚则是陷入沉默 显然眼下的情况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红孩见此语气森然地继续说道 在菩萨那憋得有点太久 我都快忘记怎么玩火了 话音方过 无尽的三妹真虎黄女 覆盖在红孩周身 宛若一席烈焰战甲 那恐怖的炙热 甚至连其周遭的空间都出现扭曲 尸陀岭三腰中金翅大棚的后台 到底有多硬 就连在观音大师身前都有十五孔 眼下观音坐下善财童子 手持一杠杖八火尖枪 与难云城万里棚遥遥相望 二者皆历属佛门 红孩儿本不愿大动干戈 但既然人都打到自己家门前 那他自然不会留守 宛如允昕一般朝着金翅大棚砸去 感受到迎面而来的炙热 金鹏不由地赞了一句 三妹真火果然是不同反响 话虽如此 但其神色始终如冤一般沉浸 与此同时 红孩儿已经来到境界 可那金鹏却丝毫不必 弓的一声炸 杭博的烈焰在盆中炸来 其内的恐怖能量将这四周都渲染成暗红色 然而就在这时 红孩儿却觉察到了一丝不寻常 他手中火尖枪静直刺入金鹏的胸头 但却未见半分血色 这竟然是一道残影 大鹏斩之九万 其速度之快 与此同时 身侧传来金鹏略带戏血的冰冷话 太慢的话 可是打不到人的 说罢 他又一次跃入天局 那吃金色羽翼 化为道道利刃朝着红孩儿激射而去 一旁的牛魔王眼中闪过担忧 奈何以他的速度根本摸不到这金翅大宝 那吃金色的羽刃呼啸而至 正面迎上了那暗黑色的三妹真火 煞时间此地烟尘四起 烟尘中 红孩儿也不由赞叹金鹏的速度 单论这急速 乃是他生平警戒 即便当年的孙悟空也无法与其比肩 而眼下的红孩儿 身上多处被斩出血河 显然三妹真火也没能将那急速的鱼人挡下 反而越战越勇 因为他也还有诸多底牌位子的展现 然而就在其余憨战一番的差别 在这方天地间突然响起一道飘渺佛音 红孩儿手腕上金箍突然亮起 这是金箍咒 乃是如来教给观世音菩萨的精锦 近三姑之一 金箍降服了孙悟空 金箍则用以降服红孩儿 在这佛音出现得差了 红孩儿墓中出现涣散 渐渐地陷入昏睡 牛魔王见此眼中满意着焦急 却听观音菩萨平淡说道 平天大圣放心 令郎不过是小睡一会儿罢了 一旁的尸陀领三妖见菩萨真身道法 也再不敢造词 不过桀骜的金箍大鹏仗着上面有 倒也没有过多拘束 反而朝着菩萨阴阳怪气地说道 想不到观音大事还真护短 竟然为了自家童儿 好来管这妖界之师 观音知晓这云城万里 朋友是误狂 没有做过多解释 而是清冷地告诫他 切莫忘了自己的任务 金箍大鹏心中一阵 师生道 你是说他们已经到了 观音不答 但这显然说明了一切 金箍大鹏忙朝着身侧二腰说道 大哥二哥 赶紧回去 等的人来了 与此同时 江流儿一行人 正在碧波坛走出后 一路跋涉 终于来到了尸陀里 然而映入掩年的遗物 却让江流儿仿若身临地狱 此地骷髅若岭 海骨如铃 人头发挥成沾片 人皮肉烂作泥沉 人经缠在树上 干交谎量如银 真个是尸山血海 心臭难闻 你可知西游记中的八百里尸陀岭 到底有多古 原著中曾提到 此地骷髅为岭 海骨为岭 整一个尸山血海 心臭难闻 可明明佛祖近在眼前 为何视而不见 此刻 江流儿一行人终是走到这尸陀岭 可映入眼帘的一幕 却让师徒五人心神俱正 遍地的白骨连绵不绝 即便大圣的火眼金睛 都一眼望不到边际 怕是那十八层地狱 也不过如此 而师徒等人不知 这师徒领三摩鞋 八百里内的四万八千小妖 早早便在此等候几人的道 一时间此地煞气狂勇 文殊菩萨坐下轻炼狮子 对上了北极四圣之手的天鹏元帅 虎贤菩萨坐下六牙白相 则对上了曾为南天门众 神魁首的卷帘大将 而在这战场中心 曾搅动三界大乱的齐天大圣 对上了凤凰亲子 如来的舅舅 云城万里跑 余下四万八千妖 宛如以及风巨一般 从四面八方涌出 将小白与江流二二人团团围住 这番场面 比当年十万天兵讨伐大圣时 还要可不许 但小白没有丝毫退去 他死守在江流二身前 不让妖物靠近半分 可这些妖物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他们汉不畏死 一波接着一波地朝着中心处涌去 渐渐地 此地的尸首堆成了一座矮山 但那些妖物依旧没有半点退去的意思 而眼下 小白手中的剑已经斩了动了 如若在这般下去 怕是只能被活活耗死 随着一道愤怒的龙一层 小白发围了一条通体雪白的针笼 遇待着江流二逃离这个魔窟 可这里的妖师再是太多了 他们如以群一般扑到小白身上 并将手中利刃刺入他的龙区内 借此朝着龙手处攀爬 小白发出阵阵痛苦的悲鸣 他难以动弹分毫 更何况凡人之躯的江流二 慌乱之际 江流二在南控制身躯 朝着身下妖群坠去 这一幕让正在酣战的众徒 怒自欲裂 也正因此 八戒不慎被那青脸狮子抓住破绽 肩膀处被欺咬的血肉魔虎 一侧的沙和尚 亦是因此被那白香与众妖和力制 大圣剑霸 再也不顾那云城万里头 闪身欲接住即将坠落妖群的江流二 可金翅大鹏又怎能让其如愿 只见他一个闪身来到大圣身侧 随后掐动手中法诀 煞时间此地佛音缠缠 而在其眉心处的六字真言中 幻化出一道佛印 那是如来的佛印 下一刻 在金翅大鹏身外浮现出阴阳二气 阴阳二气围绕着金鹏盘旋 直至消失 在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大圣身外 这一刻 大圣只感觉周遭的空气都变得泥泥 无尽的厚重压在他的身上 让其动作变得极为缓烂 无奈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小和尚坠落妖曲 大圣恼怒 眼前的一幕出乎了他的意料 可那阴阳二气实属难缠 大圣一时间竟难以摆脱 慢慢地被二气吞没 坠落到地面的江流儿脸上 满溢着痛苦之色 他强忍着剧痛缓缓起身 没有去看周遭的群妖 而是平静地扫为一眼身后 他看到了被铁链捆住的八戒等 一脸不甘于担忧地望向自己 还看到了 那由阴阳二气所化的巨大能品 此乃阴阳二气品 内有七宝八卦 二十四气 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术 方台的洞 此宝能装然 人在其中若待上一十三刻 便会化为浓水 一旁的金翅大鹏见词 缓步上前略带嘲讽地说道 金蝉长老觉得本王这阴阳二气品如 江流儿文言却冰冷答道 你不是普通的药 方才催动这法宝石 用的乃是佛意 困住大圣的乃是佛宝 看来世尊还是不肯放步 金蝉大鹏没有否认 只是表示 佛门只是想帮助江流儿 恢复前世的记忆吧 到那时 金蝉长老自然会知晓自己要做什么 江流儿文言倾向 那我要是不愿想起来呢 话音方落 金鹏将身后的语意展开 语气森然地说着 那本王就只能送长老再投胎一次 与此同时 二者身后的阴阳二气品上 浮现出道道赤色光纹 江流儿扫了一眼 嘴角露出讥讽的笑语 并说道 那怎么到现在还不动手 是怕我就算转世 也不能恢复记忆 那多轮回几次 对你们而言也并非难事 还是说 你们忌惮得并不恕 而是当年的齐天大圣 金蝉大鹏文言收敛起了脸上笑语 静静望着身前的和尚没有言语 却听江流儿继续开口道 虽说大圣头上紧箍一句 但心箍难除 如若猜得没错的话 这心箍 便是贫僧自己吧 金蝉大鹏依旧不达 轻哼一声 便欲转身离去 狠狠砸漏 口中怒喝着 就为了你们所谓的大业 竟然图进了城中数十万百姓 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言的普渡众生吗 金蝉大怒喝道 不识抬举 真以为本王不敢斩你 说吧 树到金色羽翼激射而出 随后此间想起了八戒等人 生死历劫的低吐声 小和尚身前的佛珠敬散 随着那喷涌而出的血色散漏 与此同时 远在西凉女儿国的丫头像是感应到了神 大圣临走时留给他的几个妹 开始涌出道道魔器 他心中矩阵 下意识地朝西边望去 口中轻唤着 和尚哥哥 唐三藏在尸陀岭遭结生死 孙悟空因此彻底坠入魔 他是要让这天下无佛 不仅灭了如来的救救 更是床上临山斩了如来一臂 此刻的尸陀岭妹 随着金色大鹏寒怒斩出羽翼 将刘儿愤怒的咆哮戛然而止 凡人之躯的他又怎能挡住妖王的攻击 胸口处树道贯穿的伤口 开始出现军力 这是金色大鹏羽翼的特性 肉体繁胎若是被那鲸鱼所伤 便会立即骨肉分离 皮像寸寸碎裂而亡 可即便如此 江刘儿依然很平静 他望向身后的阴阳二气平拆时说道 现在还不到一时三刻吧 还来得及是吗 话音高物 一股滔天的力气乍现 将内宝瓶彻底震散 重新化为了阴阳二气 露出了其内一脸寒霜的齐天大圣 江刘儿抬手想要说些什么 却发现自己的皮肉已经开始寸寸碎裂 与此同时 大圣体内似有着和物开始松动 那是星孤 星孤是为了稳住大圣的佛性 压制其心中魔性 同时也压制住了属于原本齐天大圣的力量 满溢着暴力之气的大圣传出一声沙哑的低吐 既然必然成魔 那就让这天下无佛 说吧 他望向那正在逐渐消逝的江刘儿 虽然孙悟空的实力在急剧攀升 但面对这般伤势 他也无能为力 大圣伸手接下几片飘离的光 随后掩面浮补 口中传出一道仿若压抑到极致的鼻子 小和尚 你总是问啊五百年前的事 俺总是嫌烦 这次就带你一起看看 五百年前的齐天大圣 随着话音落下 大圣在自己面旁处划出三道血 其瞳孔妹的金色 也被血红深深压制 一侧的金翅大鹏见此是深鹤的 不可能 你明明只有一半元金在身 大圣闻眼眼中露出积分 看来如来还有不少事没有告诉你 金翅大鹏身之不妙 王斩翅跃入天群 欲远离这只入魔的猴子 可二者的距离太近了 孙悟空又怎肯让气回到天后 他瞬息欺敬金翅大鹏的身侧 被近身的金鹏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被大圣死死压在身下 紧接着 金翅大鹏凄厉的提名响彻 他那伤过小和尚的鱼 更是被大圣生生撕下 血色染红了仓裙 然后大圣将身下的蜴蜂踹落地 顿时引得山河炸碎 地动山摇 而他自身则是戒势乐器 随后满脸不屑地将手中断翅扔在一旁 身受重伤的金翅大鹏心生恐惧 忙寻求青念狮子等人相救 随着二妖一声令下 余下四万多小妖如潮水般向大圣包抄而去 大圣环顾四周 眼中满是轻力 当年他搅动三界 独挡十万天兵天将都未曾聚 更何况眼下这四万小妖 再反观那金翅大鹏 在大圣被众妖牵制之余 他拖着商区来到大雷音寺 本欲寻求佛祖庇佑 不料如来却呵斥的 大鹏 本座派你下山只为唤醒金铲子 可你不仅杀生谱成 竟然还逼那妖猴化魔 这你让我如何保你 化音刚落 如来再次朝着灵山外赫的 孙悟空 既然你魔性未处 那本座就在压你五百年 今世大鹏文言心中一灵 正欲回头望去 不然你到火柱进食封入大雷音寺 那火柱就在如来眼前 将金铬点成灰烬 随着殿内烟尘平息 露出了火柱之上 那倒满是戾气的身影 只见大圣从那金箍棒上跃下 并朝着如来脚下甩出一雾 定惊望去 那正是轻念狮子与六牙白象的头 如来坐下众罗汉剑刺 纷纷怒斥妖猴的五领 说吧 便与一起出手降服大圣 而大圣自始至终没有言语 只是目光森然地望着如来 就在这时 又有一物静止闯入大雷音寺 正是猪八戒的上榜青星爬 此爬营链砸上了 伏墨罗汉的面庞 带起一阵血光 随后这店内 响起了八戒略带轻飘的话 你这突驴废话真多 暗猴哥说了 最讨厌话老 大圣深深地望了一眼 从殿外走入的师弟三人 虽然依旧没有言语 但他知道 几人心中都憋着一股气 他们今日要为小和尚报仇 哪怕明知不敌 哪怕生死到消 大圣温动手中 如一金箍棒朝着如来甩去 可如来依旧谋光如鸳 没有半分波澜 轻声喝道 孙悟空 你真的以为就凭你们几个 就可以撼动我 说吧 如来抬手 如轻撩淡血般地朝着大圣按下 谁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这一棍生生斩下了如来的臂脑 更是将其头顶的佛印轰碎 大圣这时才终时开口的 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 你知道彻底坠入魔道的孙悟空有多情 发展当时如来的面掌 更是欲掀翻整座灵山 只为了帮那小和尚报仇 此刻的大雷音寺内 随着大圣一棍杂落 如来那暗下的手臂被斩断 原本笼罩在此地的佛印也彻底崩碎 最终化为了光雨洒下 可如来的话语依旧没有多少摸蓝 缥缈的佛音在这大雷音寺内回答 佛本无形无相 信仰越大 佛越强大 这种强大不是你能想象的 我本意安排你们保护转世金禅子 将我大乘佛法传入中原 可今禅子却不开心智 再加上而等明完不灵 以至于闹成如此地 大圣闻言怒斥道 那铺满八百里尸陀里的白 就是你所说的大乘佛法 任由坐下妖物祸乱人间 就是你所说的普渡众生 如来似有些闹 历生喝道 若非为我所用 你真以为能活到今天 说罢 如来换来无尽佛力 凝聚出一只剧长朝着孙悟空落下 大圣没有丝毫退避的意思 反而低吼道 那便一死又如何 说罢便纵身跃起 当年他被这一掌押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而今再次面对 他依然不拒 孔的一声俱却 如来的手掌落下 但这一次 孙悟空挡住了 虽然他被压得挺不知身躯 可其眼中依旧满意着不屈与桀 如来见此叹道 孙悟空 如今你虽魔艳滔天 但本作要降服你也不是没有办法 倘若你愿在宝转世金禅完成大业 可化到此处 却被大圣的一声力喝打断 做你的春秋大梦 老孙今天就算是万劫不复 也要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肉 让你疼个几万年 话一方落 那压住大圣的手掌还是军令 可这冲开手掌的力量 却并非来自大圣 反而与内剧长来自 带到一切烟消云散 大圣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身侧 只见一白袍和尚 缓缓收起那抬起的手掌 却有些不着调地说着 世尊啊 您这成天大业大业的 是否也得问问金蝉愿不愿意 说话之人正是如来的二徒 可在金蝉子认为 归依我佛固然很好 但他却坚信人性本善 就算是一个一个的唤醒 这样的小善 但他更愿意走 虽然绵薄 却能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人 二者走的是 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如来虽不认同 但此刻却出奇地保持沉默 金蝉子剑拔 牵起身侧的大圣 宛如带走自家顽皮的孩童 一般转身离去 临走时还说道 大圣他们我带走了 以后他们不会再给您捣乱了 也请您不要来打扰我 如来望着几人离去的背影 轻化了一句金蝉子 想了想又改口道 江流儿 如今你今生已成 那以后的路 话音未落 江流儿便出言打断道 世尊 您不用再说了 以后的路我就想自己走下去 但在这之前 我还要回去接一个人 至此这场悉行落幕 师徒五人虽到了灵山 但并未取卖大成佛 临走时 大圣问身侧的江流儿 小和尚 你为何这么赌 那老儿会放我们走 江流儿闻言不着调地说着 不知道 反正他的如来神掌我也会 谁怕谁啊 大的阴寺内 观音望着几人渐行渐远 身影说道 世尊 真的就这么让他们走 那您的传业大道该如何 可如来却说 传业大道已经开始 故事是靠人讲下去的 主要是讲故事的人会怎么说 传闻那可换来天兵的女儿国国王 曾诞下一母 此女将士时 甚至以得天地一动 子气生疼 而这小公主也尤为不凡 她天生惊童 乃是先胎 此刻 在这女儿国的某处角落 一帮孩童正津津有味地 听着说书人口中 大唐圣僧带着 徒儿门西天取经的故事 据说那圣僧 曾帮女王统一了周围的侮辱 从此以后 这女儿国内就不光只有女人了 在之后 圣僧等人力尽艰辛登上灵山 终是取得大成佛法 孙悟空成了斗战圣佛 诸八戒当了敬坛使者 这一切的一切 都像当日如来所远 传业大道已经开始 故事是靠人讲下去的 事与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讲故事的人会怎么说 一旁的小公主 听着说书人口中的故事 不禁撅起小嘴复匪道 没意思 不是成仙就是成佛的 简直无聊的警 我要是有这么大本领 一定当天下最厉害的驱魔师 而就在小公主转身离去的同时 呼听身后传来一动 紧接着 一道身披战甲的高挑身影 走到小公主进去 正是女儿国的护国大将军 李珍 她望着身侧的小丫头 没好气地说着 陛下这个时间 不是应该在运输房里 严血点击吗 小丫头一脸的错愕 王表示不想回宫 朕要当驱魔师 从二人的对话来看 这丫头小小年纪 竟已寄人大的 李珍懒得与这小丫头胡骂 下令让侍卫将陛下请回宫中 小陛下见霸青银乐器 双手抵住侍卫的脑袋 再次纵身朝着远处乐曲 临走时还不忘得意地朝李珍说道 真姨娘 速速回宫吧 待本宫收了天下重邀 便与你回宫披折子 这副模样 像极了其母亲年轻时的样子 不过这伸手比起当年的丫头可差远了 李珍见此眼中满是宠蜜与无奈 这死丫头 你到底是随谁啊 入夜时分 皎洁的月色从云层内探住 女儿城中也随之燃起了万家灯笼 而在这皇城之外 不甘平凡的小陛下 遇到了她成为驱魔人道路上的第一个难题 她饿了 小丫头眼下很是厚 刚刚就应该多吃些冰糖葫芦的 正想着 忽然见到前方传出火光 小陛下刚走进想讨些吃食 不曾想那烧火煮饭的根本不是人 而是两句面目猙獰的行尸 小陛下被两句行尸钉得有些发出 不过她也看出 这行尸天灵处贴有福禄 应该是有主之物 话音方落 呼听身后传来一道阴厉的笑声 小姑娘很博学 谁教你呢 说话之人是一个长相诡异的老道 她听闻这戏梁国甚是富饶 本想驱使这些行尸来此讨县活计 不曾想 此处竟有高人不下的结界 她正苦恼该如何进程 怎巧就遇到了这个如玉一般的小丫头 可在看到那丫头眼中的金童时 老道心中一震 这小娃子 怎能生得一副仙胎 这若是要踢补包 提入了丹药 岂不是能长生不老吗 老道越想越兴奋 盲控制行尸欲抓住这个女娃娃 可任凭她怎样掐动法觉 那行尸都毫无反应 老道恼怒 忙回首望去 却见其身后两具行尸的脑袋 早已不意而非 与此同时 一道孤傲冰冷的话语响起 你这小老道也是命啊 若是不生歹心 本老人家还能留你一命 也罢 俺就替老君那老官 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孝的徒子徒孙 老道文言盲警惕望向他说话之勇 此人尽可无声无息斩了他的行尸 想来也并不简单 却听那人再次开口说道 念你修行不义 女孩留下 俺让你活着离开 如若放在平日 老道也不愿与这样的人物结下恩怨 可而今先胎近在眼前 他又怎肯放弃 而且眼下二人所处之地 本是古寨场 地下的尸骸何止千万 随着老道念动法觉 一支支散发的惨绿幽芒的枯骨 从泥层中探出 一时间此地阴气狂勇 哀嚎声不断 诡异老道竟可借来天降之力降妖 不曾想差点给天庭惹来一场劫难 此刻的女儿国外 随着老道念动法觉 一支支散发的惨绿幽芒的枯骨 从泥层中探出 一时间此地阴气狂勇 一旁神秘人见霸四有些无奈说道 你这老道也是有趣 姑且就陪你玩一玩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小殿下忽然轻贺的 看本宫法宝 说罢便朝着老道掷出一个锦囊 老道掀视一惊 心想着掀开手中 莫非真有着厉害的法宝 可锦囊之中却无半点法力 老道将其接下 眼中满是古怪 小陛下见词有些惊慌失措 他明明记得真一娘说 只要掷出香囊就会有天兵将领 难道都是胡小孩的 一旁的神秘人 在见到这香囊的瞬间 便出奇地沉默 眼下更是无奈地说着 小丫头并非法宝无用 而是此物见到了主人 不听你话 说罢那人脱去兜帽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 生有赤金双瞳的猴子 正是那传言中 已成为斗战圣佛的孙悟空 这一刻围绕在此地的阴森 瞬间被一股磅礴的妖气震散 那些枯骨明明没有灵智 却依然觉得脊背发寒 只听大圣沉声喝道 不上台面的东西 谁允许你们爬出来的 话音放过 宫中弥漫着的妖气 瞬间变得灵厉 开始朝着那些枯骨席绝 随着妖气拂过 那些枯骨仿若被吹散的尘埃一般 彻底灰飞烟灭 一旁的老道剑霸心声骇然 如此强盛的妖气 这猴子的来历绝不简单 可大圣显然懒得语其废物 直接纵身朝着老道跃曲 一旁的小陛下剑词 却是心中一沉 那坏道是还有后手 从方才换出枯骨之后 他便一直在凝聚邪功 不过这神秘大叔 看起来也不像是人类 所以小陛下倒也没有要提醒鼻子 他想等到二者斗个两败俱伤 而后再趁机逃离此地 想到此处 小陛下嘴角露出一个脚匣的笑颜 在二天走随人院 续了半天邪功的朗纳 被大圣一记大逼都拍落土中 顿时尹的此处山林崩碎 这一幕看得小陛下有些怀疑人生 心想这老道属实是曹丕席附近菜人 真机把菜 正想着 却听那大叔说道 小丫头 连人送的东西收好 不然送东西的人会很不开心的 说罢大圣将手中的锦囊丢给小丫头 随后又轻声问起 你是接着在外面风 还是我送你回西凉城里 还不带小丫头做出诡打 那被拍入土层的老道艰难地爬起 语气森然地说着 当真是个厉害的妖 平道我也和妖打了半辈子交道 还是头一回遇到这般霸道 说罢 老道再次掐绝 不过这一次倒不像之前那般的阴森诡异 甚至其身上还隐隐散出神力 大圣见词有些哑然 这居然是寝神 看不出来这小老道学得还挺杂 就在其说话间 那老道的身后已经凝聚出一尊天将的精神 那天将望着脚下的老道立声喝的 无乃之庚天将 而等应和召唤 话音方握 天将便觉察到了弥漫在此间的滔天妖气 心想此地果然有妖孽横行 老道闻言盲指了指一旁的妖喉说道 天将在上 妖孽在此 天将寻着望去 却对上了那双 他这一生都不敢忘却地吃惊双目 天将确认过眼神 是不能惹的人 与此同时的天穷之上 正在小气的玉帝没来由地眼皮狂跳 玉帝疑惑 这没道理啊 而另一边 老道见天将迟迟不动手 忙出言喝道 天将神威下界 妖孽还不服诸 天将此刻那叫一个气啊 心想这牛鼻子自己找死 还要拉着天神给他垫背不成 一想到此 天将神色阴沉地朝着牛鼻子喝道 操纵行尸 欲行不轨 罪大恶极 本仙今日便替天行道 扶诸吧 老道文言一脸恶然 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 那么大的妖站在那里 难道看不见了 天将此刻也是怒火中烧 根本懒得与其废物 直接一拳将老道轰成了一道流星 大圣与小陛下望着消失在天际的璀璨一阵无言 天将见此悄然地松了口气说道 妖邪已除 本仙去也 大圣见把嘴角露出玩味 心想算这小子激烈 一旁的小陛下 脑中还回想着方才那戏剧性的萤幕 忽然望见空中飘落几张白纸 捡起一看 这竟然是大唐黄宝 哈本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无圣堂为天 百姓安忧 虽四海昌平 却天生异想 妖心破空 要遮紫薇 红有妖蟹现世 特倾令思天剑 广俄天下能人意识除谋未等 并以周俊为宪成立一道 广纳贤世 大唐年间曾天生异想 妖心破空 要遮紫薇 红有妖蟹现世 所以大唐皇帝特倾令思天剑 以周俊为宪成立一路 广纳天下能人意识 此令一出引得四方民洞 无数驱魔人协令前往 或为荣华富贵 或为扬名立万 然而世人不知 这一令也引来了 人界之外的一些强者关注 他们只为那妖心而来 此刻的女儿国外 小陛下得知 大唐老皇帝要成立官风驱魔师 很是兴起 如此他便有机会 当个有正直的驱魔师 比起父亲和娘亲都要厉害 一旁的孙悟空见此一脸汗颜 这丫头怎么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不料小丫头突然满眼 稀奇地忘了他 欲拉他连手 二人强强联合 定能扬名立万 孙悟空本是不愿陪着小丫头奉的 可他自身也很想知道 这心向琐事的妖邪到底为何物 此后不久 女儿国的护国大将军 便收到小陛下的手书 书上说道 朕不甘平凡 欲成为驱魔师除魔味道 此间反请真一娘 暂待国师 而此刻 在那西凉城外的某处山林间 小丫头略带欣喜地说着 大叔 你说还可以找几个朋友帮忙 是真的吗 他们也很厉害吗 跟你比谁比较厉害啊 大圣想都没想直接答道 蛮厉害 小丫头追问 那为什么还要找他们呢 不是应该找更厉害的帮手吗 大圣脑了 忙让这话多的丫头毕子 小陛下倒也失去 话风一转问道 大叔 饭还没好吗 本宫都快饿死了 却听大圣压着声音 没好气地说着 想吃饭 就站好别动 话一方落 一只足有小鸭肝大小 腰头不中月垂 他展开血盆大口 欲将身前的小丫头吞下 躲在暗中的大圣 见霸青笑说的 鱼儿上钩了 下一刻 一道血光四溅 大圣瞬间 欺净那鱼腰后 直接生生撕掉了他的头颅 同时还不忘询问道 丫头 你是要生吃还是烤着吃 满脸血污的小臂下 只觉腹中翻江倒海 感情这大叔 是用自己来钓鱼呢 与此同时 在距离二者不远的 某处山林内 笑天犬带着智障山二妖 在此间猎杀一些 为祸人间的妖物 只因前些日子 笑天犬不小心 撕坏了二郎神的书籍 所以被罚下了 做完一千件好事 才能回归天体 在此期间 三人也听闻了 大唐发布的悬妖令 于是笑天犬便决定 前往看看 说不定能早点完成任务 又过了几日 在西凉边境的多处 周骏都纷纷新建了艺馆 每处艺馆内 都有着一处告示 上方贴满了悬妖令 但凡来此的驱魔人 都可接取悬妖令 成功斩杀妖物 便可获得封赏 这一日 一名官员提笔 在某张悬妖令上 画了一个红叉 众人定睛忘取 竟然是东岭上的那只 有着百年到行的余妖 看来这出手的 也是位高人了 那官员文言 也一有所指的说着 这才是得到高人 为民除害不留民 身后的一众驱魔人 自然能听出其言中之意 不过对方乃是朝廷的人 他们也不好反过 只是笑了笑说着 老官别这么揭短了 我们这不也是 给朝廷做贡献吗 就在几人说话间 忽然从驱战外 走入一面目阴沉的老王 但怪异的是 这老道的一只眼睛 乃是幽绿色的鬼 他刚一走近 便问那一官所要执笔 一官不解 盲问其来历 老道文言恼怒说道 连频道都不认识了吗 无乃师道人 众人文言纷纷侧目 这诗道人据说可通阴阳 而且朝廷已经给他封关了 随着众人议论平息 那诗道人已经写好了 一封玄妖令 其上画着一只真名的猴子 并写道 西凉腹地已有巨妖现实 此妖力大无穷 万法无侵 现招天下之能事 速往西凉 一官以上报朝堂 到时天朝必将派出大军马踏西凉 将此蛮夷之地 与此妖一同剿面 你可知月圆之夜的笑天犬 可以有多情 即便对上盘丝洞的千年妖王 依旧不落下风 此刻已入夜 大圣便带着女儿伯的小陛下 寻到一处僻静之地歇脚 可不知为何 小丫头刚一入睡 便梦见整座西凉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而城内更是湿山血海 哪里还有半点生机 这一幕让小丫头心神俱振 慌乱中她从梦中惊醒 一旁的大圣觉察到一样 回头望着丫头轻声询问 被尿憋醒了吗 小丫头一阵无言 不由吐槽道 大圣 好歹我也是个女孩子 大圣有些不明俗 却听小陛下继续说着 反正睡不着了 要不大圣陪我聊会天吧 大圣闻言相是受了什么刺激 忙说道 俺也要起个夜 说吧 便唤出金斗云月入天群 这女娃子比他爹可啰嗦太多 小陛下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腾云之树 心想着 一定要想办法让大圣娇娇自己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笑天犬一行人正朝着附近的驿馆行去 忽然他的耳朵高高竖起 身后二妖还以为大哥发现了什么 可笑天犬却只说了句 月亮圆了 而在离几人不远处的密邻间 几个接了悬妖令的驱魔人 趁着夜色在某处洞府外布置捷径 他们此番要对付的妖邪十分不简单 所以隶属各大派系的他们不得不联手应对 安排妥当之后 众人折服在侧 终于等到了迷雾间的那道身影 带到其走近 众人才看清了此行的目标 这妖物体态曼妙 一双雪白的大腿裸露在外 仿佛能勾起男人无限遐想 然而其脸上那十数双腰翼的血度 却又让人不寒而栗 埋伏在侧的一众驱魔人 纷纷屏息等待着 好在那妖物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到一样 如愿地走入那结界中 众人大喜 忙拉紧那挂满服录的红绳 随着砸乱的流浪声响起 那妖邪已经被遍布此地的红绳困 面具小哥见此忙掐动法觉 每次的驱魔人也归剑朝妖蟹斩去 这一切都如计划好的那般顺利 然而下一刻 在那妖物周围突然多出了几道近乎透明的蛛丝 那蛛丝虽然细形 但却无比的坚韧与锋利 面具小哥第一时间觉察到一样 忙出言提醒 但显然为时已晚 那月起的驱魔人 手中利剑在接触到蛛丝的瞬间 便被斩为两端 而他自身悬于空中根本无处见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撞向那蛛丝 就在其认为有死无生之际 忽然觉察到身体像是被人拎起 定惊望去 那救下自己的竟然是一个清俊的少侠 一旁的妖物 也是警惕地望着这突然闯出的少女 对此 笑天犬只是扫了一眼 语气僵硬地说着 这个看着 不好吃 像是感受到了威胁 女妖开始大量喷散蛛丝 欲将众人禁术困住 面对此妖的攻击 余下的几位驱魔人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纷纷被蛛网束缚 反观笑天犬却是不懈地撇了撇嘴 随后用手 暴发成一只兽者 朝着身前扶过 将那些猪网禁术斩断 女妖剑霸眼中露出异子 这少年竟也是一只妖 见识到少年的不凡 女妖十分果断地显出真身 树枝散着寒光的猪腿 从迷雾内探出 将场中少年的退路封锁 一侧被迫观战的众人心脏剧烈跳动 这一幕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嘣的一声巨息 那凌厉的猪腿 朝着少年砸路 荡起一阵烟尘 但烟尘中却早已没了少年的身 那被蛛丝困住的二人 见此眼中满是焦急 他们想尽快挣脱束缚 去读那少年 可要如何是好呢 难不成又有呢 就在二者说话之际 场间突然涌现出一股 充满暴力的滔天妖气 这股妖气瞬间将笑天犬覆盖 少年原本清俊的面庞 开始变得争灵与逝血 一侧的智障杀二妖剑 此忙撤离此地 他们知道这小子要发疯了 而且还是一时半会好不了的命 而另一边 女儿国的小陛下 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 几个驱魔人的身后 她本以为有长好戏看 不曾想最后还得冒险就这几个夯户 可任凭小丫头使出吃奶的劲 那蛛丝就是斩不断 最后小手一摊说的 要不你俩还是用牙咬吧 与此同时 呼听场中响起女妖气力的惨叫声 她那坚韧的猪腿 被发狂的笑天犬禁术引乱 不过她对于眼下的笑天犬来说 只是一个王 玩腻了之后 笑天犬便盯上了天生仙胎的小殿下 嘣的一声炸醒 小殿下悬而又悬地堵过一击 翻身跃起的弩石 顺手掰下一根树枝 她心想逃得还 那三个大叔就死定了 于是心一横 决定与这妖怪拼命 说吧 丫头奋力挥舞着手中树枝 奇异的是笑天犬也跟随其节奏 不知过了多久 小殿下觉得有些累了 慢慢停下了手中动作 却见那妖物一双大眼 兴奋地盯着自己 仿佛在说 快点继续啊 像是怕丫头看不懂 笑天犬重新化为一个少年 吐着舌头急切期待地说着 快扔呀 小殿下有些不明所以地说道 搞什么呀 你是狗吗 怎么还摇尾巴 传闻在盘思洞内 有一身负千年道行的妖王 此妖身上长有百慕 使出神通时金光变照白脸 名幻百慕魔君 此刻 随着那蜘蛛经被笑天犬重创之后 余下的几名驱魔人蜂拥而上 欲置其余死地 然而那妖物临死之际 不知使用了何等秘法 换来了无数密密麻麻的小蜘蛛 这些小蜘蛛越杀越多 分外的难产 在此期间 女儿国的小臂下觉察到了异样 忙提醒身侧的笑天犬 这些蜘蛛不像是在堵我们的路 而是在全力阻止我们前进 像是在保护着什么 而随着众人的缓步推进 他们望见了一座一场古怪的矮山 矮山附近都是一些被猪网包补着的猎物 而他们体内的魂灵 正快速地被那矮山吸取着 就在几人望的出神之际 忽然一条巨大的猪腿从土层下探紧 这是盘踞在此地的蜘蛛经之一 而像这样的妖怪 这盘四洞内还有六只 他们阻挡住了众人的去目 声称要吃掉几人为那死去的七妹报仇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浑身流转 魂灵的身影挡在了他们身前 那几只妖怪齐齐换了巨师兄 随后退到一侧 听那身影做出决断 这妖物自称平道 他原本隐秘在此 想借魂灵之力杜绝 可不曾想在这杜绝前夕 还让其遇上了天生仙胎 若是吃了那个女娃娃 可比这满山的魂灵 要墙上百倍布置 笑天犬闻言将小陛下护在身后 神色冰冷地道了句 我看谁敢 那道人自然能看出笑天犬的来历 但眼下他杜绝将至 也顾不得许多了 笑天犬不善言辞 只是眼神狠立地望着那道人 你吓死 他便闪身欺净 将那道人拦腰斩断 可即便如此 那道人的神色始终平静 甚至不懈地说着 臭小子 你以为你沾的那点仙气 就能在屏道面前撒影 若是你主人在此 屏道可能还真是有所激怨 说吧 道人的头颅像是 猎羊下的鸡血一般 开始肉眼可见的萧如 与此与此 遇到镇天的嘶吼响彻 顿时引得云海翻涌 日月无光 感受到这骤然降临的压迫感 笑天犬眼中不禁露出骇人 山外的其他几位驱魔人 更是感到绝望 他们望见了一只 比山还高的蜈蚣眼 在云层间 从其身上肆虐而出的妖气来看 这家伙怕是 至少有着千年的道号 一侧的笑天犬见词 也开始显化真身 虽没信心能斗鼓 但至少不能就此退去 说话间 一只通体暗虎 且布满血纹的猎犬幻化而出 他望着空中的蜈蚣 眼见笑天犬没有再站之力 他便将目光转向了 天生仙胎的小丫头 只要将其吞下 他便可得到成仙 不过小丫头 却出奇地冷静 他先是朝身后几个驱魔师说的 这家伙的目标术 你们快去救那小哥 随后才望向眼前的蜈蚣精 轻笑表示 想吃我呀 那得看看你能不能追上我才行 说吧 小臂下便腾云跃入天局 这是缠着大圣教他的腾云之术 虽然刚学不久 但或许是天生仙胎的源 这小丫头竟已经摸到了一些门道 蜈蚣精虽然有些惊讶 但依然纵身追随着小丫头 没入云层 几一瞬间 此地便没了二者的身影 只能透过云雾 模糊看到一尊巨大的黑影 然而就在这时 小丫头脚下的竖法突然散开 把其吓得哇哇大叫 果然还是不行啊 后悔自己偷懒没有好好练习 于是他伸手朝着云层中喊道 本宫不想死啊 大叔快救我 话音方落 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从云层中探出 将丫头抓住 并传来一道美好气的话语 学了点皮毛就瞎跑 你这也叫腾云吗 我看叫爬云还差不多 大圣满脸无奈 将这不省心的丫头拎到一侧 随后又轻笑了几声说着 不过爱人麻烦这点 倒还是蛮向矮的 说罢他一步踏出 立于虚空 似略带追忆地说着 矮这几十年都不曾真正地动手 上回打架还是因为你爹地 话音方落 大圣体内耐沉寂了许久的磅 多腰力开始苏醒 紧接着一道如烈火般的红绸飘舞 大圣身上的布衣 已化为了一席锁子黄金甲 他手持如一金不棒轻贺的 百慕魔君 你的劫道 传闻山间有一黑龙 此龙专门截掠那些 新过门的女子 并残忍时之 于是四天剑便发布玄妖令 妄有能人意识 可以诛杀此妖龙 可龙族的力量不于平大 那些邪令前往的驱魔人 尽数都大败而归 此刻就在孙悟空 全力展现体内妖息的瞬间 女儿国的小陛下也终于认出 这根在自己身判的怪异大叔 竟便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 与此同时 大圣扭头朝着小丫头说的 大叔帮你耍这个帅 小殿下文言兴奋地点了点头 眼中满是崇拜 下一刻 此间云海翻语 像是无尽的火烧云凝聚在一起 将整个天空渲染成暗红色 期间更是击射出无数次目金光 毫不绚丽 地面上的几个驱魔人 看不清云层内的状况 只是听着那时不时传来的痛苦 嘀吼 心想这应该就是 吴公经所说的结束 约莫过了半刻钟 那嘶吼戛然而止 紧接着 天空开始落下湛蓝色的羽珠 可怪异的是 这羽珠竟散着刺鼻的血腥味 莫非这是血雨 一行人方才看见 那吴公经追着小女孩跃入天局 难道说那千年吴公经 真的被一个小丫头给斩了 众人越想越觉得心惊 而另一边 众伤晕绝的啸天拳 也在这落下的寒意中醒来 她似很平静 也似有着不干 一侧的智障删二妖剑死 忙上前查看情况 并说起了事情的始末 片刻之后 小陛下腾云重新回到众人眼前 不过此刻的神色 却是有些严肃 脚下的众人见其归来 纷纷询问方才到底发生了何事 却听小丫头语气民众说着 你们先别说话 我需要平静一下 然而话音方落 她脚下的云便又散了 此后 小陛下便与那帮驱魔人走在一起 眼见这小丫头竟平安归来 之前的一律自然便打消了 只是那如山大小的妖精 被这样一个女娃娃斩了 一时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小丫头见此忙吹嘘道 本宫乃是天生的仙胎 有神明保佑 这等妖邪还入不了本宫的法医 而且接下来 小陛下打算带着这几个新收的小弟 再去接几个甲级玄妖令 好让自己快快扬名天下 而在几人身后 拨着商区的笑天犬默默地跟着 她觉得小丫头斩杀百慕魔君 一事存在蹊跷 倒不是心存戒地 只是就光说那百慕的修为 怕是只有主人清灵 才能做到这般轻松地将其诛杀 可一个稚气未脱的女娃娃 又是如何做到的 于是笑天犬便想探个究竟 而另一边 小陛下催促着两个小弟 前往下一个目标 那头戴面具的驱魔人 望着手中的玄妖令 有些欲言又止 因为这骑上画着 乃是一条毒龙 龙自古便是强大的象征 据玄妖令所述 此龙就居住在山后的黑水坛 大概几十年前现实 专门截掠新过门的女子 在杀死其家人 虽然犯案并不多 但此龙所过之处 皆是灾祸不断 此前也曾有好几批驱魔人前往 可皆是大败而归 据说连那毒龙的皮毛都没伤到 小陛下闻言 目中难得露出凝重 看来以凡人之力 想要降服这妖心 确实难度很大 不过一想到齐天大圣 一直跟在身侧 小丫头便又释然了 然而几个不知 就在他们走入这黑水坛的瞬间 一只雪白的狐妖便盯上了他们 狐妖柔媚地娇笑道 好有趣的娃娃 随后便朝着几人醒去 准备去会一会 这个怪异的祖宫 面具小哥瞬间觉察到一样 忙停下脚步 警惕地望着某个方向 狐妖本也没想引力踪迹 大方说起了自身来历 奴家信胡名誉 乃山中主人逼你 敢问诸位可是来屈母的 面具小哥没有回答其问题 只是森然说着 你是妖 见来人如此无礼 狐妖也自然没了好脸色 语气轻冷达到 奴本狐妖 为我家主人奉劝各位 若不想忘死 还是速速下山去吧 小陛下见词也忙起身说道 这位狐仙姐姐 本宫看你也不是邪令之辈 为何要助纣为虐呢 你家主人识人兴奉 祸害相名 有为天道 我劝你还是趁早收手 引去修行吧 狐妖知晓无法善良 也没有再多言 顿时此地妖气汹涌 血盲闪动 然而就在奇遇出手之际 在这黑水潭深处 有一存在睁开的血抹 并传音道 小玉等一下 我有话要问这个孩子 白龙马取经归来之后 不仅占山为王 甚至还专门掳掠那些新婚女子使之 此刻的黑水潭内 就在狐妖小玉欲出手 将几位不识抬举的驱魔人赶下山时 一道冷峻深沉的话语 从山林深处传来 小玉等一下 我有话要问这个孩子 话音方落 此间山林开始震荡 顶约可见一条庞大的龙区翻语 鸣的一声巨鸣 一只散着黑色幽毛的龙掌降下 小丫头见爸感到一阵心急 却见那黑龙俯下头颅 并凑到丫头进前说道 小娃娃 你身上的气味好熟悉 西梁有个小女孩 以前因为没有男人 所以叫女儿国 你可知道 小丫头闻眼点了点头 那黑龙见此继续说着 那女儿国的女王 你可认识 小陛下有些不明所 但还是如实说着 那是本宫的母皇 话音方落 此地固然刮起一阵狂风 那是荣熙 眼前黑龙似很震惊 且从其口中 传出一道女子的惊呼 说话间 黑龙体表如墨般的色彩 开始褪去 露出了旗下雪白的龙铃 再看这白龙的血眸 也开始变得柔 他望着小陛下说道 那你岂不是丫头的女儿 小陛下闻眼有些震惊 这条通体雪白的真龙姐姐 为何会知道 自己母皇的如你 在之后 那白龙说起了许多过分 小陛下这才知醒 眼前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小白 可自己这位孤狗 又怎么会上了悬妖令呢 还是说他真的吃了那些心腹 原来 就在小陛下出生不久 浩瀚星空突然出现一响 妖星闪耀 魔界一动 世间妖物平生 于是众人决定 由大师兄震守女儿果 余下师兄弟四处调查此事 包括小陛下的爹娘 在之后 小白途进这黑水潭时 听闻此处有一毒龙作祖 因是同族便好奇兴起 前往调查 结果却在山间碰到了 一个新过门的女子 此女被家人 卖给一个老头为妻 只因家里 想为她的傻哥哥 说一门轻事 女子又怎肯答应 她趁机逃出 一路被追至这黑水潭 此潭深不见底 甚至传闻坛中 有毒龙作祟 女子有些绝望了 她回头苦苦哀求 那些追来的家丁 望他们可以放自己回家 那些家丁闻言 却放声嘲笑的 还想着回家吗 你家里人数钱的时候 可高兴得很啊 为了你的家里人着想 跟我们回去吧 这一幕禁数 落在了 纠战雀巢的小白眼 她将自己的龙龙 伪装成毒龙 冲出黑水潭 故作轻挑地说着 这小娘子品相果然不错 本公子收下了 话一套落 此间忽然掀起一阵狂风 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带到一切平息 众人隐约见到 场中多出了一道 白袍白发的身影 像是意识到 自己的胸肌过于雄伟 小白有意地摆弄 手中折扇 挡住了胸肌的同时 亲吻喝道 趁本公子不饿 你们滚吧 那些家丁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纷纷吓得屁滚尿油 至此 黑水潭毒龙 喜欢食人心腹的事情 便彻底在这附近传开了 至于那被劫下的新娘子 小白打发了一些金银红 便任其下山离去 一侧的小丫头 听得心神激荡 心想这小白姑姑 怎么能这么说 随后又询问起 原本占据此地的 那条毒龙去哪 小白闻言扫了扫伤后的 一句骸骨说道 若不是小玉帮忙 这毒龙还真不好对付 小玉闻言言嘴轻笑 盲说自己只不过是 上段姻缘已尽 所以来寻求主人收留而已 一侧戴着面具的驱魔人 听完始末之后 朝身后问道 咱们作为驱魔人 是不是得做点什么 不料却见同伴一脸 崇拜地望着小玉 道了句好帅 齐天大圣与二郎真君 骑现人间 两大顶尖战力再次联手 只为那闪动的妖心而来 此刻 小白等人随着小臂下 走出黑水坛 来到了一座凡人小镇 近来都游离在山顶之间 再次走入城所 小丫头显得很是开心 而在走入这小镇之后 小白便与同行的 两名驱魔人说道 二位请自便吧 我和小玉陪着小主会方便些 那二人闻言先是谢物 但临走时 却恳请几人 在这小镇多停留几 带到二人去玄妖司复命 领完玄赏 再将小陛下的那份送过来 告别了二人之后 小白与小玉便继续 陪着小丫头逛吃 在行至某处街道时 与一名道人擦肩而过 小丫头此刻沉浸在喜悦中 全然没有在意 可失道人却嗅到了 弥漫在此间的妖气 她赶忙运转鬼同循着妖气望去 只见一条龙女一只狐妖 竟在大白天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跑到市镇上 老道想要出手 可狐妖尚且好对付 但那条龙却让其感到有些急事 就在老道犹豫之时 忽然望见在二妖身前 还有着一个生有惊铜的女娃娃 老道一惊 心想着倒霉催的娃娃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而且这女娃不仅天生仙胎 其身盼还有诸多强横妖物跟随 难道说那妖心下凡指的就是她 想到此处 老道下意识地环步四周 却没见那猴子的身影 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后老道的目光渐渐阴沉 天生仙胎若能被她锁得 足以抵过凡人几辈子的修行 甚至直接得到成仙 眼下正好那猴子不在 这一龙一壶碎不知深浅 想来也不是不能对付 但自己用五雷骤仙劈死那女娃啊 再想办法除去那俩妖孽 老道正在心中盘算着 忽然赶到后庭处传来一阵凉 还在 笑天犬直接一记大逼 都将其干翻在地 一侧的智障删二妖界此忙提醒道 老大 主人说过咱不能对凡人出手 不如让我二人把这道人吃了 鬼师劣迹 笑天犬文言言简一概地说着 我没伤人 我救人 是做好事 二妖不解 可这老道都吐白沫啊 哪有老大这么救人呢 却见笑天犬目光朝着天穷望去 平淡说着 没救他 救全阵的人 与此同时 在这小阵之上的云层中 孙悟空正手持金箍棒踏空而立 一副随时会出手的模样 眼见笑天犬望来 他轻哼了一声 重新恢复到一副懒伞的量 呼听身侧传来一道清冷话语 你这猴子 若是笑天犬不出手 你真打算把这小阵拍平吗 大圣文言平淡达档 不用 一半足矣 不过既然连你都派出来了 看来这妖星已经惊动了九重天 这人间妖物频频出现 怕是妖界借此妖星一事 而故意为之 然而杨简却目露凝重说道 恐怕这些妖物 并不是情愿来人间作乱的 而是被什么东西给吓出来的 这回可是三界都在寻这妖星 看来又有好戏看了 此后不久 大圣与二郎神便寻了一处僻静之地 想谈此事 二郎神问起 自从上次灵山之后 孙悟空等人便各奔东西 想来也是为了这妖星 对此大圣没有反驳 只是嘟囔了一句 都怪那多士的和尚 杨简文言觉得有些好笑 声称你们几个上灵山把佛祖都被怼 你还好意思叫他和尚 打句一番过后 杨简望向远处目露优色 人间寻那妖星 是怕江山不稳 这仙妖二界 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吧 却听大圣略带戏谑说着 那你还不回去问问你的好究竟 对于这个雕嘴的猴子 杨简早已习以为常 不过他倒是有一事不明 就凭孙猴子这半仙半妖之体 早就跳出三界外了 又跑来烫这浑水 想来应该不止 这般简单吧 大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举起手中酒坛狂饮的一口 随后认真地朝着杨简说道 这顿酒俺老孙记下 若是你被打死了 俺会帮你喂狗 说罢大圣便 消失在天际 望着猴子离去的背影 杨简倾笑了几声 随后目光转为凌厉 并自语道 欺养的可不止你一个 上古四大凶兽之一的饕贴现实 此兽贪失无厌 十天下一切比自己弱小之物 后被神将贬入魔界 而今妖心破空 此妖借着三界动乱 再次闯入人间 此刻 在某片掩映在竹林中的温泉池内 忽然传出振振悦耳的嬉戏声 寻声望去 小白正满是无奈的朝身旁的小陛下说道 你这丫头到底是多久没洗澡了呀 小丫头丝毫不肯吃亏 故作小生的嘀咕着 也不知道是谁 前段时间黑得像默染了一样 小白文言笑骂 随后此地又响起了一阵嬉戏 与小陛下的囚牢声 一次的小玉望着孤子两门呢 眼中满意着古怪与笑语 许久之后 池中玩闹声逐渐停息 小白见小丫头有些沉默 王徐问是怎么了 小陛下文言却扁着小嘴答道 没什么 只是想起好久都没和母皇洗过走了 小白文言目中露出追忆 是啊 他也很久没和丫头一起洗澡了 不过这沉默也仅仅持续了片刻 随后丫头便问起 那说书人口中的白龙马 可是一位帅气的公子啊 但小白姐姐明明是个女孩子 变成马是不是有些 话音未落 便吃了小白一个脑瓜崩 笑骂奇人小鬼大 不过说起来 自从小白幻化人形之后 小和尚就再也没骑马了 而此时 在距离此地不远处 笑天犬与智障山二妖 正被对着三女潜伏在此 二妖问道 老大 我们这样好像不太好 笑天犬答 主人说 这个女孩要暗中保护 二妖再问 可是咱们连头都不回 距离此地不知多少里外的某片竹林内 几名驱魔人中的佼佼者聚集在一起 他们来历各不相同 为首的那位来自天山一脉 灵幻木轻鱼 修得天眼 可变妖魔 向来独来独往 但此次的玄妖令 竟被其他三家同时接下 队伍中身材矮小的那位道人 乃是双成山的飞火仙 据传一手流火为始的出神入化 威力无穷 另外一名女子明幻玉罗莎 江湖人士 善用一对夺命双钩 众人中斩落头角 据说力大无穷 可守思妖魔 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传闻 可牧轻云却认为 这无名应该不止力大无穷这般简单 就在这时 远处的竹林内突然传来异动 一道矫健的身影在此间急速穿梭 牧轻云瞬间觉察到异样 盲出言提醒众人 话音方落 那道身影从灵间窜出 欲从几人头顶跃舞 趁着跃色 众人才终于看清这突然窜出之物 乃是一只身形矫健 浑身长满青黑色皮毛的蛇蜊精 欲罗杀人狠话不多 直接抽出腰间双刃 然后朝着蛇蜊精斩去 灵力刚风划过的同时 带起一阵血光 可那蛇蜊精只是扫了一眼 便继续急速窜出 与此同时 一侧的飞火先取出几枚流火 围准时机朝着身前甩出 静止轰在了郑玉逃离的蛇蜊精背后 那妖物吃痛传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眼下他已经落入了几人的包围圈 按理说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拼上性命做困兽斗才对 可妖物似没有半分怀计的意思 一侧从未出手的吴明轻声提醒道 此妖好像从一开始就在一路狂奔 静止冲笑我们 明显是有意如此 但却未见其展开任何攻击 众人闻言纷纷心中一沉 他们想到了一种可能 或许这妖物一开始就是在逃亡 话一方 并且巨兽被蛇蜊精身后涌现 随后一口将自己追寻了许久的猎物吞下 此巨兽其形状如羊身人面 其目在夜下 胡齿人爪 其阴如鹰 在此物出现的瞬间 这方天地仿佛被一股来自蛮荒的魔器笼罩 那巨兽一边咀嚼着口中的蛇蜊精 一边朝着几人说道 这妖精真能跑啊 还真得多谢你们几个两脚羊呢 欲罗刹与飞火仙见此纷纷骇然 他们看不出此妖的来历 那巨兽剑霸仰天长笑 并轻烈地说着 现在的两脚羊居然连老夫都不认识 一侧的沐青云却难掩心中骇然 像是终于看出了此妖来历 这竟然是饕铁 传闻此物乃静云氏之子 乃是四大上古凶兽之一 且饕铁贪失无厌 拾天下一切比自己弱小之物 后因罪大恶极 被天将贬入魔戒 你知道身为卷连大将的杀物镜到底有多强 上古凶兽饕铁在其手中都只有被拟压的 此刻 就在沐青云认出 来物乃是上古四大凶兽之一的饕铁之后 他便出言告知众人 此兽并非这凡间之物 以己人目前的手段难以与其抗衡 说吧 他扯下了一只围住双目的仇部 露出了七眉新处内仿若浑然天成的经文 并沉生说道 我被自幼研习先术 希望能阻止其片刻 诸位可趁机先逃离此地 话音方落 一股旁膜的气势从木青云体内溢出 但以他目前的修为 就算是开启天眼 也只能拖住半柱箱的时间 一侧一直沉默的吴铭 见此平静开口 以凡人之躯催动天眼 恐怕你也会魂飞魄散吧 我观世主心善 将来必成大器 这次还是我留下吧 饕铁争灵的笑容 区区几只两脚羊还想造刺 你们只可以做食材而已 说罢便禁止一拳轰出 面对这营链而来的厚重一拳 吴铭却丝毫不必 弓的一声炸死 防爆的刚风兄弟 顿时荡起一阵烟枕 而在这烟尘中 却突兀传出一道 毫无情趣波动的话语 饕铁 上古年你最大恶极 被贬入魔戒成为四兄之一 但你是不是已经忘了 当初是何人扁你下界的 饕铁文言眼中露出难以置信 他认出了那道迷雾中的身影 循着其目光望去 那人身形还没饕铁的拳头大行 但其内涌出的力量 却令他难以寸进分毫 饕铁骇然失声喊了一句 天降 无名文言缓缓抬头说道 我早就不是了 这回魔戒之门再开 虽不知道原因 但我不介意再送你回去 还有 现在我叫 沙悟静 饕铁剑 此时对这阵斗的武士 对此沙悟静眼中露出轻灭 他手持降妖宝楚纵身乐器 既然多年前 他可将此魔物降服 而今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说吧 他静止一处狠狠 砸向饕铁的背景 将其庞大的身躯 死死压制在地上 沙悟静立声质问 想从饕铁口中得知 这魔剑一动 是否与那妖心有关 可饕铁虽然口中鲜血不止 但却结要说着 就凭你 还妄图打听无魔剑 未免有些不自量力 沙悟静的连倒不去 直接一拳朝着 饕铁杂落 这一拳似有着无尽伟力 将饕铁的身躯 生生嵌入土层之中 一时间此地山河崩碎 风暴不息 一侧的几个驱魔人 皆被这神仙打架所震慑 在反观沙悟静 他望着脚下自语道 即便是魔门开 向辱这种凶兽级别的魔物 也不可能穿过 天界所布的洁境 却见饕铁伸手 从古层下探处 口中不断重复着魔物二子 他不记得曾几何时 他们这些上女之事 净变成了人们口中的魔物 这神舟大陆 本应该是他们的 而今这些所谓的新神 真以为靠着那些 泥人的信仰 便可永远霸占这九重天吗 随着饕贴这饱寒怨念的嘶吼传出 又有一道充斥着 蛮荒之意的魔器涌现 杀物镜心中一领 盲侧目望却 只见一只生有双翅 外貌如老虎 大小如蛮牛般的魔物 正展翅朝着此地袭来 那魔物界是否划下 一双聚爪抵住 杀物镜的身躯 紧接着张口狠狠咬下 这魔物的历史 瞬间刺穿了 杀物镜的尖头 顿时鲜血狂流不止 沙河上此刻面目有些阴沉 他震惊于此次魔界的动作 因为来者也是那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 此物耗食人士 本为方向是所驱灵兽 后因恶念聚集而堕入魔道 眼见杀物镜被制住 一侧的饕贴也艰难爬起 并冷声说道 这妖心 不过是无重回九重天的一个踏板 你们这些所谓的神 终将成为无的口中石 说吧 他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杀物镜吞去 就在镇时的 场外的穆青云传出一道清贺 并从其眉心的经文内 击射出一道利盲 他终究还是开了天眼 而这仙术之力也着实苦 逼得穷奇与饕贴都不得不退彼 沙悟静借此脱身 忙让穆青云停下神通 若再催动天眼 他真的会形神俱灭的 不料这小子是个果决之辈 他知晓自己等人逃跑的几率不大 所以孤身拖住二腰 给沙悟静争取逃离的时间 说吧 他便欲再次催动天眼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快若闪电的攻击 突兀地落在其脑后 沐青云只觉眼前一黑 便晕倒在地 紧接着 此间想起了一道 似无奈的亲吻话语 这孩子明明修行不够 这性子怎么跟那猴子似的 你家师父也真是 这天眼是你们凡人 能随便修炼的吗 说话之人没心处 同样生有天眼 正是天庭的顶尖战力之一 二郎显胜真君 杨简 二郎显胜真君 下界镇压太古凶兽之二 不曾想去引出了 操纵魔界动乱之人 此刻 就在二郎神险 把真真之间 高铁与穷奇四感受到威胁 仰天传出阵阵低吼 杨简见此不懈的倾笑说道 以二位的能力 就妄图崇尚九重天 是不是有点妄自尊大 不如让你们的主人出来 与我见面续谈此事 从杨简眉心的天眼中 激射出一道金色神红 逃着二兽席卷而去 可就在这时 二兽身前的空间 突然开始扭曲 紧接着 一个身穿紫衣的男子走出 甩袖间便将那道神红破绝 二郎神心中一震 他能感受到来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而且此人明显是为了 保证二手而来 想来应该便是 此次魔界动乱的幕后之人 于是杨简沉声说道 看来我面子不小了 阁下终于啃出来了 那人文言轻笑 二郎显胜真君想见 那老夫岂敢不走 低沉的嗓音里 听不出任何情绪 说吧 紫袍人回首与杨简对望 此人面容冷俊 一双紫色的眼眸深邃 虽然样貌颇为年轻 但却在杨简身前自称老夫 想来其来历也绝非简单 只见那紫袍人微微抬手 其身盼的空间瞬间扭曲 露出了一个充满的紫色魔器的诗子 做完一切之后 那人转身踏入病传音道 真君神威 老夫斗胆挡下 这手都有些麻了 不过今日老夫有事在身 若日后有机会 咱们九重天上再好好地续谈续谈 说吧 那人扬了扬眉 扫了一眼身后的太古二兄继续说道 这两个不成器的东西 老夫先带走了 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 道歉 随着其话音落下 此间再也没了二兽与那人的身影 魔戒之门也开始缓缓关闭 不过在即将彻底闭合时 那人告知了杨简一个关于妖心转世的消息 那转世之物 非神 非魔 非妖 说吧魔戒之门便彻底闭合 直到这一刻 一侧的杀物净才语气凝重地说道 居然可如此轻易地打开魔戒之门 此人来历绝非简单 真君为何就这么放任离去 却见杨简眉头紧锁 目中的宁重不加掩饰 缓缓说着 我拦不住他 此后不久 杀物竟将木青云带到了一处与世隔绝之地 这是江流儿的隐居之所 杀物竟将木青云留下后 便又独自离去 在此期间木青云也知晓了许多隐秘 虽清楚妖心将士一事 已经不是他们这些驱魔人可以左右 但还是忍不住询问的 金蝉长老 而金四凶兽已现世其二 不知可有应对之法 江流儿闻言挠了挠挠壳 有些不着调地说着 别这么叫我 我不当和尚很久了 说完他神色一正 那双璀璨的金铜中隐隐露出忧虑 与其说应对之法 他更好奇魔戒之人的目的 他们寻这妖心将士 是否真如表面那般 这些上古大神在魔戒待够了 想借此妖心重回天界 不过人间乃仙魔之界 若这妖心真的现世人间 还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天界的力量来源所靠人之信仰 而且天界的灵气更为纯粹 不需要提炼便可助修行 而魔戒却是悉人念碎修行 本神人便是三魂向善 七魄为恶 所以魔戒的力量更为强大 只是碎念浑浊 道横浅的人修行 往往都会被乱了心智 那些上古的得道者 更追求纯粹的力量 从而选择坠入魔戒修行 本应力量更强大 但事实是 现在住在天界的神仙们 在人间与魔戒之间设立了冥界 用意掌管人的生死 所以魔戒的碎念 现在也是少之又少 只能靠着相互吞噬来摄取修为 人家自然不乐意了 不过天庭应该早有预料才是 想到此处 江流儿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有些无奈叹了 真是的 又来人间折腾 一次的沐青云听罢难掩震撼 颤声说道 如若一大师所言 那岂不就是天命难为吗 却听江流儿不屑地轻笑道 我倒还真认识几个不服天命的人呢 与此同时的某处边境 驻扎在此的西凉军 收到了国都的飞鸽传书 此书乃是镇国将军亲笔 其上主要提及了小陛下失踪一事 对此西凉女王却笑骂道 那倒霉孩子不会有事的 毕竟有大圣跟着呢 而今魔门极开 事关重大 丫头想借自己的力量 来住和尚哥哥一臂之力 亥谷凶兽 唐物大闹明镜 引得地府鬼差清朝而出 不曾想此物只是开胃显菜 真正的上古神魔已经接踵而至 此刻 杨俭在与沙物镜分别之后 便竟直去了天庭的某处灵山 随着真军一步踏入 弥漫在此间的云雾开始翻诱 仿若在宫营二郎真军的到来 与此同时 从山间钓鱼内走出一个粉雕玉琢的小道头 他脆声声地呵斥地 何方狂徒 竟敢擅闯西月妙 杨俭闻言道也不能 只是面无表情地大步向前走着 那童儿见来人乃是真军 顿时有些惊慌失措 杨俭觉得有些好笑 盲轻声说着 童儿莫怕 让你家主人来见我 我有事找他 不料童儿闻言更是心慌 有些磕磕巴巴说道 回禀真军 娘娘他不在宫中 杨俭正想着 杨禅这死丫头又跑去哪疯了 却听到童继续说道 娘娘他下凡了 声音很轻 细弱闻音 与此同时 在人间的某处角落 先前与杨俭有过交手的紫袍人 正站在月色中独隐 似想起之前的交手 男子语气低沉的自语道 二郎神杨俭果然厉害 看来目前九重天 在凡间部署了不少力量 如此的话 自己便需更多的力量 来维系魔门 方才会有胜算 这数千年来 九重天设立冥界 收魂魄 入轮回 为的就是掐断魔界力量的源头 想要破局 便只能先从这冥界下手 这样才能让那些上古之神 真正现实 与此同时的地府内 黑白无常二人 正在鬼门关前指挥交通 而今虽然算是圣事 但死在天灾人祸下的亡魂 依旧不胜其数 因此这鬼门关是长阴体 就在这时 突然从冥界内部 传出一阵诈性 黑白无常心惊 往回首望去 只见一只猙獰的巨兽 不知因何从冥界中逃出 而今已经到来鬼门关 此兽体形似乎 而毛泪却 脸四人且生有獠牙 伪长杖八尺 从其体内散出的气息来看 显然并非这冥界之物 眼见众鬼开得不光望 那巨兽传出一声震天怒哭 此后化为一道财 朝着鬼门关前的诸多魂灵乐曲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黑白无常二人也只能选择退 毕竟被这玩意禁声 可不是什么好事 像是看出了来物的目的 老黑盲出言提醒的 此物好凶 七夜你保护好魂灵 就在这时 起到箭矢破空而来 竟直刺入那逃物体内 紧接着一阵密集 且急速的脚步声响起 回首二位正是这地府的御史 牛头马面 二人告知黑白无常 此疗不仅撞碎了破炉 甚至还倒走了破蛋 绝不能让其闯出鬼门关 说罢 众殷司听令取出夺魂锁 缓步靠拢将那逃物包围在其中 随着牛头马面一声令响 无数锁链被殷司制出 尽数落在了逃物身上 他们只要先将其制住 拖延到地府的支援盗来便可 与此同时 一身穿红袍 头戴官帽的粗犯男子吃剑鞋 正是那五盼中奎 但出现在眼前之物 却令其目露优色 他没信心能拿下这等凶手 但不管怎样 眼下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说罢 中奎浑身被惨绿色的幽芒覆盖 使出了其打鬼驱斜的手段 居魂令 下一个 那些缠绕在逃物体外的夺盆所开始 陷出幽芒 逃物顿时嘶吼声不断 区区几个小鬼竟敢对他这般挑衅 让其十分恼目 反观中奎此刻已经是大汗淋漓 显然他已经动用了所有 不过好在倾尽地府所有鬼差之力 算是暂时将这畜生给拖延住 可就在其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不然感受到一股令其窒息的压迫感浮现 来人没有头颅 以自身双乳作眼 肚脐为嘴 双手各持一丙利斧和一面盾牌 但却有着滔天战役从其体内汹涌不住 正是上古战神 行天 上古战神行天大闹明鉴 地府倾巢而出 却只落了个血流成河 不过一同前往的太古凶兽 此破丹凝聚了冥界所有魂灵七破内的恶念 这些恶念是魔戒之人修行的最好养量 以紫袍人目前的修为 就算打开魔门 也最多只能换出一尊如行天这般的上武神墓 但吸收了这破丹之后 再开魔门就不一样了 说吧 那紫袍人的脖梗上幻化出九颗头颅的虚影 开始吸收破丹内的恶念 随着体内力量不断激增 紫袍人显露出了其本来面目 亦是上古凶兽一族的九头狮子 名幻九龄元圣 原本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做起 但眼下他却嘶吼着 要向其讨回这千年的屈辱 此后不久 九重天上也收到了冥界遭集的消息 但未有降报 仲仙便认为只是魔戒的漏网余孽作祟 不知撼动天威 况且仲仙也实在不好插手下界之事 以免天道大乱 然玉帝却认为此事不可小觑 玄机下旨 宿命哪吒三太子率众地先彻查此事 与此同时 在人间某处坐落在山中的小茶馆内 往日能来此地的 都是一些行走在山间的旅客 但今日却迎来了几名农庄艳母的女子 他们小姐听闻这小小茶坡内 有着一个俊美的男茶官 所以派出丫鬟不远千里来此提亲 英子为年有些愕然 不过呢 乍前几日说要出门办些事情 算一算应该也快归来了 可那明明是自己的男人啊 这帮女子来提亲又是怎么一回事 英子话到嘴边 却被为首的丫鬟蛮横打断 英子自觉身份低微 也就没再多言 此后不久 一句美壮硕的男子 驮着一头老虎归来 正是说英是离去的哪吒 这一幕让几名来此的女子激动不已 不争气的泪水从嘴角滑落 一侧的英子见哪吒归来 目中露出新喜与新安 哪吒直接无视了那几名女子 缓步走到英子身前 将尖头的老虎放下 甚是满意地说着 前几日 你不是看着李沈家的大黄猫 喜欢的不行吗 所以我特地上山给你打了一只 英子文言脸颊微淌 心中暗喜的同时 细声细语地表示 可这是老虎哎 却听了诈有些呆头呆脑的答道 我就是 就是觉得那只太小了 你要是不喜欢 我就给它放了 英子又怎会不喜欢 就是怕这黄猫饭量大了点 鼻侧的三女被这一幕 雷得有些怀疑人生 这山里人是凶汉哈 不过他们也没忘了此行的目的 忙跋扈地怒斥道 虽然你已经有家事了 但我劝你赶紧修了这黄脸 不怕告诉你 我家小姐可是官家 可那男人文言 只是平淡地扫了一眼 目光很冷 看不出半点波澜 丫鬟有些露窃 但依然继续说着 我们家老爷可还有皇亲 不知多少名门跪着求证门侵蚀 哪吒像是有些恼啊 一个踏步挡在英子身前 沉声答道 我不会贵人的 我的女人也一样 可话音方落 哪吒突然神色一领 随后将目光扫向天穷 只见那云层之上 整气排列的数列天兵天将 伴随着的还有一道如雷的红鹰传来 三潭海会大神 哪吒三太子听令 命理率地先详查冥界遭劫一事 并言成凶徒 如有需要 可调遣十万天兵 一侧的凡人见此纷纷跪本 而哪吒此刻也显出惊身 轻吐了一句 拔饭 随后又对英子说道 看来我又得出去几日了 照顾好咱家的猫 跪拜在地的英子点了点头 并嘱咐其要多加小心 却听哪吒十分霸道地说着 起来吧 我说了我的女人不用跪 此后不久 观音大事也来到了人间的意义 并看到了那满墙的悬摇令 看来就连人间都感受到了这次的异动 一侧的善才童子文言轻声说着 不过九重天的神仙们禁忌众多 恐怖好出手啊 神仙们不能管 人间又管不了 魔戒也孤注一掷 观音大事自然清楚事态的严重 他目录凝重轻声到了锯 要洗牌了 婆门亦不想当这个出头鸟 所以他也只能静观其变 尽可能地保护人间苍生 说到此处时 观音突然在悬摇令上看见了一只猴子 他盯着望了许久 眉头紧皱像是在努力保持平静 可下一刻 观音大事捂着肚子放声大笑 并指着画像说道 这是谁画的呀 若是那猴子看见 不知道是何反应 此刻的大事多了几分灵动 与寻常女子无益 就在这时 一名老道走过怒斥道 何人再次喧哗 不要命了吗 山间寺庙下封印有妖邪 竟是那传说中以龙为石的上古神圣 望天皇 就在天界隐魔界为妖心仪式大动干戈之时 作为神魔之界的人间 也有不少暗流涌动 这一日 小陛下接到一座寺庙发布的悬妖令 他协令前往 在寺庙门前遇见了一个小道姑 他忙上前询问情况 可那道姑闻言 却只是冷冷地扫了小陛下一眼 那双清冷的眸子中尽是淡漠 之后便不顾来人 直接转身离去 小丫头见词有些不解 忍不住嘟囔着 什么骂 一点礼貌都没有 不过长得倒是蛮俊的 就在这时 从寺庙内走出两名年长的道姑 忙说让小施主莫怪 说罢便替先前的小道姑解释道 空明他天性如此 还请见谅 来人乃是这寺庙的住持 一番解释之后 便告知小陛下 今日寺庙由于某些原因 近期都不能上香或者不失 让其择日再来 可谁知这女娃娃听后 嘴角露出一个莫测的笑颜 轻声说道 慧寺前几日发出悬妖令 想必就是原因了 与此同时 藏在小丫头发巾内的小白轻声提醒道 还是小心些 这里的封印连小玉和笑天犬都有所忌惮 一侧的住持一听来人 居然是驱魔师 便将小丫头请入寺庙 并告知了事情的缘 原来这寺庙的原职乃是魔门缝隙 后有高人建起寺院 方得以压制 可十几年前忽有妖心闪动 引得魔戒躁动 就算寺庙内的众人日夜诵经 也在无法将这躁动停息 终迎来破土之日 索性在这危难一刻 天降黑云 云中高人以法器重新压住了魔物 此后法器也成为了 这寺庙的镇寺之宝 住持便也黄不铺陈 经文加深 日夜朝拜 财宝的这一方平安 可是朝廷一指降妖 又惹得不怀好一只被惦记 万不得已 住持才向官家请了这悬妖令 小陛下听罢 邪言扫向那所谓的镇寺之宝 包成这副模样 你要不说 别人还以为是个拖把 就在小丫头忍不住吐槽之际 身侧的小白突然冷身提醒道 小心 有埋伏 话音方破 树到锁链破空而来 紧紧将那镇四只宝缠绕 紧接着 几道阴厉的笑声传来 老尼姑 有只宝贝天天供着 不如借给兄弟们发财 说吧 那几名黑衣人同时发力 将裹住那法器的黄不扯破 露出了旗下的一节刻有纹路的屋体 几人见霸狂醒 手上力道加重了几分 终将那法器拔起 公的你是 一股黄脱的紫色魔器汹涌着出 这魔器甚至将日光遮盖 使得这方天地陷入一片黑暗 几名盗宝的野寇 难掩目中骇人 因为眼下他们正被一只 洪荒巨兽死死地盯着 那巨兽张口吐心化为一道火焰 瞬间将几人烧成灰烬 紧接着巨兽缓步从裂缝中爬出 露出了整个高耸入云的身躯 此兽状弱马 而有灵 口中喷火 致猛一场 而在此物出现的瞬间 小白便感受到了 仿若来自天敌般的压迫感 他神色前所未有的灵重 而今的吼碎不及上目 但体内散出的蛮荒之意 还是让小白感到站立 那吼眼剑镜前居然有无 忙欣喜地嘶吼着 小白虽然感到心急 但却死死守在小陛下身前未退分后 就在这时 此间突然想起一道粗广话 这邦尼姑真是迂腐 俺这神器可不是用来当摆设的 就是要当头打下去才行 说吧 那人将法器捡起 其末端有着九尺锤牙 正是太上老君 用神兵铁打造的上宝庆星爬 而那说话之人 便是小白的二世兄 天鹏元帅 猪八戒 猪八戒自剿了灵山之后 便隐居在一寺庙左右 不仅为了镇守此地妖席 更是为了守护西年的故人 此刻 随着凶兽团出一声震天怒吼 无数火焰 以其为中心开始朝着四处蔓延 紧紧树西 这方天地便化为了压抑的暗红色 凶兽一路 赤地千里 八戒见此忙出言提醒小白 这畜生的碎气有毒 让其赶紧带着小陛下雨 助持离去 小白也深知此聊的厉害 没有半分拖延 化为真龙卷着二人顿入空中 此刻的小白 还不知大圣一直跟在小陛下身侧 只想着尽快带其逃离 不料这小丫头丝毫不慌 反而一脸兴奋 那吼佑怎肯放任这道嘴的龙离去 她不再理会猪八戒 将目光扫向欲离去的三女 八戒见罢有些脑了 虽然她自知不敌 但这畜生未免太不把她当回事 真当你猪爷爷是摆什么 话音方落 八戒运转全身修为 将其注入手中的上宝庆星爬内 此宝乃是太上老君 以神兵铁亲自锤炼 六丁六甲之力锻造 举起烈焰并豪光 落下猛风飘锐雪 天曹神将进皆惊 地府言罗心胆怯 笔之内如一惊孤蚌 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猪八戒爬草 九道当风席举 股部伟力顿时已得此地山河崩碎 更是将玉出手 完结到猪生生逼退 那猴剑霸狠狠拐了八戒也 显然恨透了这该死猪妖 而八戒此刻也是一惊 他的权力一击 竟连这家伙的皮毛都破不开 于此五时 猴抬起剧长扫来 八戒剑霸赶忙纵身跃起 在飞制兽手之际 凝聚全身气力一拳轰出 狂飞一声战 猴巨大的身躯被这一拳砸得挡下 压碎了身后的树座山峰 而八戒自身 则借力跃入天球 白龙之上的小丫头 见此好奇问道 小白姐 这猪大叔斗得过猴 却听小白略带幽瑟说着 这只猴已经快要成金身了 你现在的二师兄 恐怕很难上他 小丫头文言若有所思道 那看来还是得大胜出马了 小白这时才知 大师兄其实一直都跟在身侧 与此无耻 那倒下的猴朝着天穹奋力嘶吼 下一个 大二色的猎虎 击穿云层 瞬息追上月初的八戒 虽是避过了要害 但八戒的右臂 还是被烈火灼伤 其上的碎气 不断侵蚀着他的金身 令其疼得呲牙咧嘴 见此 他没好气地朝着远处 一直在看戏的猴子说道 你这糟瘟的猴子 还想看到啥时候 不过对于大师兄的性格 八戒还是摸得挺透彻的 所以他故意说道 这畜生已经金身 刀枪不入 俺看连猴子你也没辙吧 果不其然 大圣听霸青哼了一声 冷冷地说着 这不还没修成呢吗 八戒文言知晓 这猴子要撒狠了 索性将全身法力 注入那九尺钉耙 随着其狠狠一耙砸落 九道高速度 云着乌黑铁齿破土而出 将内望天吼 混在其中 紧接着 这些铁齿上 开始浮现出玄妙的道文 形成一道封印 算是暂时制住了吼的行动 身陷其中的巨兽 似感到不妙 开始传出阵阵低吼 就在这时 大圣一个月起落在吼的头顶 但莫说着 大个子 咱俩都是金刚之身 你猜谁的身体比较结实 说吧 大圣张手成长 生生嵌入吼的天灵 这一刻他身上力气暴涨 脸庞上的魔纹也愈发地清晰 有着一股说不出的血液与视血 随着大圣养天 传出一声奋力的嘶吼 身下巨兽的皮毛 开始被拉扯至断面 吼痛苦地悲鸣着 但眼下他难以动弹分吼 只能任由猴子 将他的脑袋撕下 这一幕看得一侧的八戒 都有些心计 心想这猴子 怎么越来越暴命 以后还是少拿他打去了 随着此地妖邪被斩灭 寺庙内的众人 也开始忙着 清理破乱不堪的战场 然就在这时 一位年长的师太身上 忽然涌出魔气 因此前吸入太多碎气的云 眼下已开始妖魔化 助持见此忙提醒众人撤离 好在八戒没有离去 张开大手将那师太的头颅握住 随后扭头说着 小白 交给你了 小白没有多言 抬手缓步朝着师太走近 紧接着点点荧光浮现 如雨露一般朝着师太落下 在二者接触的瞬间 师太脸上的碎气 开始肉眼可见的笑容 不过虽然碎气是化解了 但凡人之躯又怎惊得住 八戒这般柔音 很安详地晕了过去 剑霸 他回首有些不好意思地 朝助持道了去 道歉 那助持闻言思有些无奈说着 虽然鲁莽些 但心总是善等 你这么多年来 还是那样的脾气 八戒听闻此话陷入沉默 片刻之后又回首 想要说些什么 却听住持平静说道 往事随风去 莫要再提了 八戒闻言取出了一个挂针 其上赫然刻着一个高字